配套措施列席報告並被質詢 那我想這個防疫沒有假期 雖然這個禮拜可能新舊政府就交替 但是這個有關於民生衛生福利的重要的議題 我們今天還是請各部會大家一起共同來探討 那我想所有列席的官員 大概大家都已經很熟悉 我們這部分就不用介紹了 我們現在就要依序請貴福部 勞動部 教育部 來進行報告 報告以後我們要進行尋答 那每個部會我們就簡短重要的報告五分鐘 那我們請衛福部 主席各位委員 各單位的代表 那今天曾邀列席舊 因應常病毒流行 既知防疫對策 門急診 醫療分流 還有健保給付等緊急應變機制 以臨託服務 還有停課標準 託醫中心退廢標準 等配套作師提出專案報告 敬請各位委員不令指教 今年自4月下旬開始 腸病毒已經正式進入流行期 那社區還是以克殺級病毒A型為最多 那截至5月13日子的話 總共累積有3例的重症確定的個案 那並沒有死亡的個案 整體而言 輕症的疫情正持續升溫之中 那疫情尚處平穩 那就腸病毒的疫情 防治的應用作為分數如下 第一個 動員層面的部分 也訂定腸病毒流行疫情的應變計畫 也成立這個屬成級的應變工作的相關小組 那也是疫情的這個發展的部分 來即時開設各級流行疫情指揮中心 及早應應 在防疫的層面部分 我們持續運用多元系統 充分掌握疫情的相關趨勢 來運用多元衛教素材的管道 來加強民眾風險公通及衛教 那同時也強化教託育機構的防治的能力 來落實學童之衛教 健康監測及環境消毒 那訂定相關停課的建議 因應腸病毒疫情之727停課的這個建議 已經做了相關的一些公告 那對於這個臨託媒合的相關的服務 也依性別工作平等法等規定 申請家庭照顧者這個照顧架 自行照顧的相關機制 那脫嬰中心的這個退費的機制 中心也將依月費依停課的日數比例 來退還家長 同時也掌握地方疫情動態所遭遇的相關的困難 及時依以支援 在醫療的部分 我們也指定了76家常病毒的責任的醫院 那配合常病毒醫療品質的一個提升方案 來加強這個醫護人員的相關教育訓練 與周邊醫療建立合作的網絡 那再加強門急診的就醫分流離轉診的一個機制 那全國有194家急救責任醫院 來規劃14區的急診轉卷的一個網絡 透過這個急診病人的向上平行 向下的這個轉診的服務 來紓解這個病患的這樣子的一個負擔 同時也請傳染病 防治醫療網的指揮官來指定相關轉診的醫院 由衛生局來學技相關後續的這些病患的 有需要轉診的部分 同時也鼓勵民眾就近這樣診所門診就醫 將大醫院的急診的資源留給急重症的一個病人 第四 推動全民健康保險的急診品質提升的一個方案 我們來獎勵轉診的部分 那同時也補助急診專科醫師的相關一些人力 來獎勵急診的處置的相關效率 那醫療費用給付的部分 支付標準也提高了那個急診診察費支付的點數 提升急診診察費兒童加成 並至4月起新增出院準備及追蹤的管理相關的費用 那腸病毒的嚴重也符合腸病毒重症感染的靜脈注射 免疫球蛋白的相關適應症的部分 也可以依據相關的給付的規定來開給付費用 總結 目前腸病毒已經進入流行期 那社區以克薩區病毒A型為最多 那腸病毒71型未出現明顯大的流行 那未來我們要持續監控這個疫情 來加強教託育機構的衛生都合及民眾的衛教 同時加強醫療體系的臨床組織應變能力 以上報告 敬請各位委員給予指教 謝謝 好 我們謝謝我們衛福部次長的報告 接下來我們請勞動部 主席 各位委員 李士先生 大家早 今天大院召開社府及衛環全體委員會議 本部應邀就因應腸病毒流行劑 致防疫對策 門急診就醫分流等應變機制 以及相關的配套措施提出報告 那深感榮幸 首先呢 要感謝各位委員 對本部業務的關心 並且為勞工來爭取福利 那以下就本部相關的業務內容提出報告 一 勞工若因家庭成員感染腸病毒 或因腸病毒停課 有親自照顧家庭成員的必要 可以依勞基法第38條規定提特別休假 那也可以按照性別工作平等法第20條的規定 請家庭照顧假 請假的日數並入到試假來計算 全年是以7日為限 依照性平法第21條的規定 受僱者為家庭照顧假之請求時 僱主不得拒絕或視為缺勤 而影響全勤獎金 考基或其他的不利處分 如果僱主違反 那麼依同法第38條規定 請可除新台幣2萬元以上 30萬元以下的華環 並且應該公佈名稱負責人的姓名 並且限期令期改善 借期如果沒有改善的話 那麼應該要按次來處罰 那至於公務人員 交易人員跟君子人員的話 也是適用性平法的相關規定 另外呢 家庭照顧假的薪資呢 也按照各受僱人所適用的試假規定來辦理 如果是適用勞基法的勞工 那麼就依勞工的請假規則的規定 每年試假不可以超過14天 試假的期間是不給工資 目前性平法第20條所規範為短期 偶發性的家庭照顧價性質 我們來觀察 主要國家對家庭照顧價的做法 其中日本 加拿大 英國等家庭照顧價是沒有給薪資 那新加坡是由雇主跟政府所提存的公基金 來共同來支應 德國是由社會保險來支應 由於幼學童感染腸病毒呢 交易有重症發生 那或者是幼學童的 因為腸病毒停課的時候 勞工呢 許多都需要來親自來照顧 那依據行政院主計總處104年 人力調查報告的推估 受私人僱用且未滿12歲子女 約有167萬人 如果因此而請假 那麼要求僱主來給薪資 那一天的薪資相當於約19億元 七天的薪資大概是135億元 因為本案呢 涉及到雇主的財務負擔 那建議呢 進一步凝聚共識 那本部呢 也將繼續來審慎原意 以上報告進行指教 並祝主席各位委員 身體健康萬事如意 謝謝 好 我們謝謝勞動部次長的報告 那接下來我們請教育部 主席各位委員 各部會代表 早安 大家好 那今天教育部應邀列席貴委員會 召開應應長病毒流行季的相關防疫對策的全體委員會議 那教育部以下就是就因應整個長病毒疫情的校園防疫措施提出報告 那進行指證 那首先在相關的應應措施部分 目前因為為了防範整個長病毒的疫情傳播 所以教育部辦理了相關的防疫措施來降低長病毒的威脅 那第一個是在相關的一個宣導部分 也多次含文那發布新聞稿去加強宣導 所以在今年度也發含了六次 特別去請學校要依據我們整個衛福部的疾管署 制定的長病毒防治教材 落實整個學幼童的健康管理 以及家長 特別是在五歲以下幼兒照顧者的衛教 那也呼籲請學校的師生以及家長不要輕忽長病毒 然後持續來落實 加強落實各項的防治措施 來降低這個重症群跡疫情發生的機會 那第二個部分是也透過相關網站訊息來加強宣導 那在我們本部的國教署設有教育部長病毒的防疫專區 這部分也提供了長病毒的防治訊息 那在這個網站也連結了疾管署發布的長病毒疫情的新聞稿 那隨時及時提供給學校參閱 那在實地的一個學校的宣導訪事部分 那國教署長 本部國教署長也都每年配合 衛福部部長以及疾管署署長到我們國小跟幼兒園去 宣導長病毒的防治措施 那教育部每年都會安排部次長也實際到國小跟幼兒園去宣導示範 失蹴衝捧擦的一個正確洗手步驟來防治長病毒 那第四個是我們特別去加強宣導 學童生病就不要上學 也要請學校來特別監測學童的健康跟請假情形 所以這個部分是平常就在積極的一個宣導 就是生病不上學 那病童在生病的時候也不要轉到安親班或是補習班 那隨時要去注意跟了解學童的健康跟請假情形 如果有出現異常就是要去聯繫了解那個原因 那也請家長來妥為溝通 那病童不要到學校上課 那在我們地方縣市的教育局處的部分 也加強跟當地衛生局的一個橫向聯繫共同去防疫 所以這個部分的話就是地方的教育局處 如果有接或到校安的一個系統通報 或是學校特別在幼兒園的通報有常病毒的疫情的時候 都會智慧當地的衛生局然後做資訊的交流 及早啟動防疫機制 那也整個教育部這邊校安的通報系統 也會進行通報監測跟了解學童請假情形 那特別在短期補習班 跟兒童的課後照顧服務中心 常病毒的通報跟防疫機制部分 在補習班跟兒童的課後照顧中心 已經核准設立的這個部分 是在地方政府的權責 那這個部分教育部其實也督請了地方政府 在發生常病毒疫情的時候 要比照學校的停課規定 去辦理通報停課補課跟防疫的相關措施 那在這個近期的常病毒疫情升溫 我們教育部也特別在今年5月4號 再次的喊請地方政府去加強短期補習班 跟兒童課後照顧中心的通報跟防疫機制 那在我們相關的停課跟 停班停課的標準規定 那這個部分的話 教育部一方面是有訂定這個 就是我們有請學校參照疾管署 之前有訂定了 常病毒防治工作的指引去辦理 那在疾管署去年12月 也訂定了常病毒防治工作指引 所以這個部分的話 是幼兒園跟托育中心 在學前這些教託的 那個學前的教託育機構 都有停課的建議標準 也就是在同一個班級 如果有一週內有兩名以上 學童經過診治是常病毒 那這個班級就是停課7天 所以是727原則 那後續相關退費規定的話 我們就分別幼兒園 依照我們幼兒教護法的 是12條規定 就是退費項目基準 有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定資 那相關的一個退費標準 也是參照這個規定去做處理 那在補習班跟兒童課後的 照顧服務中心也是依照 短期補習班設立及管理規則 25條的規定去處理 會依照課程的時數比例 可以退還當期開班儀角的一個費用 那兒童的課後照顧中心 也是依照比例 將剩餘的服務天數的款項去做退還 那這個部分本部會再持續去 督導學校幼兒園跟補習班 兒童課照中心去落實整個防治教育 那也提供我們整個教職員工生 家長徹底來落實各項防疫工作 那我們也跟疾管署會保持密切聯繫 去落實相關防疫措施 好 以上報告進行執政 謝謝 好 我們謝謝教育部的報告 那我們現在就開始尋答 每位委員的尋答時間是8加2分鐘 10點半截止登記 委員如果書面質詢請於散會前提出預期不受理 那我們預計11點40分開始處理臨時提案 今天中午12點會準時休息 那如果沒有尋答完畢的話 我們下午2點半繼續尋答 那所以麻煩通知要來委員會發言的委員 我們今天12點會準時休息 那現在請委員開始諮詢 首先我們請洪慈雍委員 主席我們請先請勞動部次長 好 次長 好 請好 次長 委員好 次長好 今天我們是討論腸病毒的這個議題 好 在討論這個議題 其實因為其實這個疫情已經慢慢在升溫 所以其實在地方政府 其實從前一兩週 就開始有一些狀況出現 地方上面已經在針對這個問題開始進行處理 好 那現在地方政府跟民眾會反映說 現在長病毒這樣的狀況 小孩子開始要在家裡休養 那就會有我剛剛講到的家庭照顧價這個問題 那現在呢只要幼兒園跟學校 他有達到一定的條件 他就必須要停班停課 好 那家長呢如果有小孩生病 他如果家裡沒有爸爸媽媽長輩 阿公阿嬤可以帶 他就得自己在家裡帶小孩 好 那如果這個班級停班呢 那這個其他的爸爸媽媽也要在家裡照顧小孩 好 那但是呢 其實現在一年只有七天的家庭照顧價是病入試駕 那現在呢地方的政府他們的防疫措施 通常大概都會規定說只要感染了腸病毒 他必須要在家裡休養七天 那如果說這個班級他第二次停課 或是他家裡有多個小孩 然後分次去感染了腸病毒 他就會面臨到說他家庭照顧價不夠用 那要去請試駕 有可能也會試駕也不夠請 好 那面對這樣的問題 地方政府他其實希望說 針對家庭照顧價這個政策能夠更有彈性 那是不是說遇到像這種流感或腸病毒 這種比較大規模的這種流行性的疾病的時候 是不是可以放寬家庭照顧價這個標準 那勞動部有沒有去考慮說要延長家庭照顧價的天數 如果從勞工的權益的保障觀點的話 應該這種家庭照顧價最好能夠按照實際的需要 需要有幾天 然後我們就盡可能的讓他可以請假 這是在理想上 但是實務上是很難可以完全做到 那第一個很難做到的一個原因的話 是個別差異非常的大 那第二個就是有關試駕的部分 我們目前的制度是不給心的 那這個對於家庭的經濟來源的話 也會受到影響 所以我們目前的家庭照顧價 在法治上已經有進步 那目前來講的話實際上還不夠 所以未來的話應該可以朝向 那能夠更深入 而且更能夠有符合需要的保障 作為努力的方向 好啦 次長你這回答真的很打太極喔 我是問你說有沒有考量延長 那你的意思就是沒有要考量延長 以現階段的意思是沒有考量 沒有這樣的考量 那你剛剛也說到說 現在如果請這個家庭照顧價 它是會扣型的嘛 它是不給心的 它冰入試駕季喔 那其實軍公教人員大家都知道說 他們請這個試駕的時候 他們是有薪水的 有五天 七天當中有五天有薪水 好 那 今天我看到你們的報告 其實我覺得有點誇張啦 因為其實你們的報告裡面 是站在雇主的角度 去講說如果他把他請滿 這七天大家都請滿的話 雇主一年要多付出135億 就是他的一個負擔會多135億 所以從之前說要演繹到現在 還是繼續演繹要再凝聚共識嘛 所以我是想要問就是勞動部 你們在寫這份報告的時候 有沒有站在勞工的角度去看一下這件事情 還是一直都是站在資方的角度 勞動部一定是站在勞工的角度來考慮事情 對 但是在寫這份報告的時候 你們沒有寫說你們如果從勞工的角度去看這件事情 你們就只有完全從資方的角度說 如果今天我們放了這個價 如果七天大家都請滿 大家都很惡劣大家都請滿的話 那雇主就是要付出135億 好 這個我覺得 在寫這份報告的時候 我還是希望勞動部 能夠真的是勞動部 多考慮一下勞工的一個立場 跟他的一個權益 那當然我覺得說 跟這些軍工教人員 享有的這個權益跟福利上面有一些差異 如果說現在沒有辦法一次到位 我也可以體諒 因為其實這個當然會有一定的衝擊 但是呢 我們還是希望說可以分次 分階段去做這件事情 至少在這個階段 能夠去考量說 真的去放寬家庭照顧價的這個期間 本來如果現在我們有七天是併入試駕 那是不是可以再多幾天 或是說這家庭照顧價可以到 總共是併入試駕是14天 這個地方其實勞動部可以再多加研議的 因為其實家庭照顧價它不會扣到權勤 那有一些公司的獎勵制度它是不會扣到的 但是如果他只要一請到試駕 他可能全請獎金就會被扣 所以其實他影響的勞工其實影響的權益還蠻多的 所以這部分我希望說 勞動部未來在這個部分能夠 我覺得能夠有一點真的站在勞工的角度 來思考這件事情 所以今天我在這個部分 希望再是請勞動部再加緊在這個部分再多加研議 然後不是言而不義 是真的要進去研議 好那謝謝我想要請下一個部分 請機關署 來我們郭署長 你好 我先請教一下 請問現在機關署我針對腸病毒 現在提供給社會大眾跟校園 一般的一個消毒最佳的方式是什麼 主要是我們建議用漂白水 這方式來做 OK好 現在因為我上你們的網站 你們也很清楚的講說 你們建議用500ppm濃度的這個漂白水來進行擦拭 好那這個部分呢 其實我研究一下你們的網站 好那是今天我帶來了 就是因為我上去看 你們的網站雖然第一個頁面裡面是 預防方法是寫就是漂白水 但是點進去附件裡面呢 你們裡面有講到就是機關署有推薦 的防疫產品 好那這個產品裡面呢 有發生一些問題 就是我們現在在地方上面 就是有發現 就是有很多的幼兒園跟學校反映說 有廠商 他到學校去推銷這樣的一個消毒產品 那他標榜的是機關署推薦的防疫產品 那我的確去看了一下那個文件 那的確你們有委託社團法人 就是國家生技醫療產業策進會 進行審查推薦這樣的產品 現在目前網站上面共有48項 好那我想要問一下 針對市面上 下一張 像這種水可禮 或是水利是這樣的產品 它到底有沒有用 好我想先跟委員報告一下這個背景 就是說自從SARS之後 每一次碰到了這個大的這個疫情 那有很多的廠商都很熱心 他們也很希望能夠來提供有效的這個方式 給民眾來使用 那這一部分呢 因為大部分都不是人用的東西 所以呢我們的這個FDA呢 也不是他們的這個權責 所以在這樣的一個情況之下 長久就有一個這個制度呢 就是請外面的獨立的一個單位呢 來做這個推薦 所以委員看到的這些東西都是這樣子來的 那就我的了解啦 以水可林這個案子來講呢 它有點擴大宣稱的它的效果 那麼當初它提供的這個數據呢 比方說是有滅菌 但是它並沒有提供說呢 它可以殺腸病毒 所以這麼一來的話呢 那它就是構成了 有一點擴大它的這個效果的這個嫌疑啦 那所以我們也因為這個樣子 這也不是第一件啦 所以在過去呢 我們在網站上面也有一個辟謠專區 就專門呢是用來呢 對於這種不清楚的廠商 偶爾有的時候呢 會擴大療效的時候 人家來問我們就會去把它澄清啦 同時呢 只要有任何單位 有這個問題呢 他們來韓問我們 我們也會用正式的公文來回應啦 所以我的了解是這個樣子 所以好 署長我總結一下 就是這樣的產品呢 在你們機關署裡面的這個 推薦的防疫產品專區裡面的產品 它不見得對腸病毒是有效的嗎 對 它沒有直接的科學證據 好 所以還是要用瓢白水 我們是建議這麼做 除非它能夠提供這個證明 科學的證據 給這個我們 這個評審的這個單位說 它針對是腸病毒病毒 那這樣的話呢 當然我們就會來認定它的這個效果 那另外喔 像這樣子 這是在坊間上面買到的產品 那上面它也會寫說 它有腸病毒用 那這樣的產品你們有沒有在做機查 這樣的產品有沒有用啊 因為機查不算是CDC的一個權限啦 所以我們並沒有說 真正routine的在做機查 但是假使一旦民眾有跟我們反應 不管是透過這個email 或者是1922的這個電 我們都會去查去了解 然後來做辟謠 好 那其實不管是不是機關書 當然一定是衛福部這邊的一個議題啦 那我希望說 如果這樣的產品沒有用 這種標示會讓消費者誤解的話 那請衛福部一定要加強去宣導這樣的事情 一定要告訴我們的所有的民眾 一定要用我們的瓢白水來進行消毒 不然其實坊間很多這樣的產品 那學校也接受到很多廠商的一個推銷 但是這個東西沒有用了 它用了之後 它根本沒有辦法去達到這個消毒的一個效果 所以其實這部分 我還是要請我們就是衛福部這邊喔 要強調去宣導這件事情 因為現在市面上都買得到這樣的產品 不管是藥局或是大型的超商都可以買得到 所以這部分就是提醒我們的衛福部 謝謝 謝謝委員 謝謝 好 謝謝 接下來我們請吳玉琴委員進行諮詢 主席我請那個次長 好 請衛福部許次長 因為今天早上有一個非常重要的新聞 這也是頭條 就是我們接種流感疫苗兩年後死亡 而且首例判賠 我們衛福部要判賠208萬 那這個議題其實也反映了疫苗 有它的風險性 那對於這樣的一個案例 不曉得我們部裡面接下來的採取態度 或是怎麼樣來處理後續的一個問題 我想這個案子的部分 事實上已經是多年了 但也經由我們的相關的疫苗的救濟的這個審議會 裡面去做相關的審議 審議的部分的結果 事實上跟它的這樣子的一些病況的部分 是跟疫苗之間是沒有什麼因果關係的 那但是這個病家這邊有所謂的提起行政訴訟的這樣子的一些權利 那這幾年來其實一來一往有很多次的相關的一些行政訴訟的過程 那詳細請請郭書長跟委員做個報告 好 書長說明一下 疫苗難道沒有風險嗎 疫苗確實是有這個風險 但是針對這個流感疫苗來講 因為已經用了五十幾年 所以它相對來講 全世界的這個資料呢 都顯示說它比較安全的 那但是並不表示說呢 過去沒有發生問題 將來就不會嘛 所以也因為這個樣子呢 我們對於這個疫苗安全的問題呢 就非常的這個慎重 同時呢對於任何一個有可能因為疫苗所造成的這個傷害呢 我們就特別設計了一個制度 這個就是我們一般用英文講的VICP啦 疫苗接種的這個傷害救濟的審議小組 那這個審議小組呢是完全獨立的啦 跟政府沒有關係的 那這個18歲孩子的不幸的這個個案呢 當然審議小組是認為呢 跟疫苗是沒有因果的關係 非常的確定 可是法院卻不是這樣 對那法院呢 他們不知道基於什麼樣的理由 他們認為說這是有因果的關係 所以這個影響是非常的這個重大 因為假使一個專業的一個團體 所做成這個決定 可以被法院呢這個推翻掉的話 那他的後果呢將來呢當然令我們擔心啦 因為這個我們是站在不僅是個人也站在全體民眾的這個安全的角度 政府當然不是站在廠商啦 也不站在這個個別的案例的這個角度來看 所以當然我們是希望說能夠維護一個好的救濟的一個體系 是 郭署長你剛剛也提到 政府不是站在廠商的立場 那有機會站在病人端的立場嗎 因為看法院的一個判定裡面有提到說 這個學生是接種疫苗之後 隔天就發生 出現了不良的反應 而且陸續發生紅腫 還有ADEM的一個症狀 然後就就醫了 而且陸續這一兩年都是這樣的 有些反應出來 而且最後死亡也是死於ADEM的這個狀況 所以才用這樣的方式認定 他是跟疫苗有關啦 所以我想這部分試著用這個病人端 因為這個案例確實非常非常少啦 可是也有可能嘛 你也不能排除說不可能發生嘛 因為疫苗或是一些風險性還是在的 不然成立這樣的一個救濟 或是所謂的藥劑的一個委員會要幹什麼 是 報告委員 我想這個有關因果關係的一個判定呢 當然是應該由專業跟科學來做啦 確實也不宜由行政官員 或者是一般的人來這個判定 那剛才您講的 包括這整個的病例過程 確實是也在我們的VICP的委員會裡面呢 重新都全部看過 因為每一次開會的時候呢 都是地方衛生局帶著所有的這個資料到台北來 那一個一個把所有的這個證據都檢視過 那麼我不太相信說他們並不知道 這個家屬的這個陳述啦 那當然他們做了這樣的一個判定 那在科學上只能夠講說呢 他們真的找不到任何的一個原因呢 證明說他們有因果的關係 那其實我們的這個救濟的小組的概念呢 也出於是要來幫忙這些受傷害的人 那不管他有沒有這個因果的關係 所以也設計了就是說 包括提供呢這個醫療這個補助費啦 即使是沒有關係呢也都提供 但是也避免他呢變成是無限上綱 那麼尤其是打疫苗的人 都是個健康的人 所以金融署也打算再提出這個 我們不排除 因為我們是禮拜四的晚上才收到那個判決書 那尤其這一次很特殊的就是因為 他是針對這個因果關係啦 這以前從來沒有發生過 以前總共有史以來大概有1500例 我們提出VICP救濟的個案裡面 走上行政法院的呢大概有30幾件啦 那過去有一件敗訴 但是那個敗訴是因為行政程序的關係 但是這一次第一次呢 他是針對於我們這些專家委員會所做出來的 專業的判斷 所謂的沒有因果關係呢 他們推翻挑戰 所以這個當然在意義上非常的大 所以我們也審慎在處理這件事情 一方面當然要站在這個家屬的這一邊 但一方面又要能夠維護這個整個體系的完整 所以呢現在也成立了一個小組呢 專門對這個案子來深入的了解 其實法院應該有他的相關專業啦 除非你懷疑他沒有相關專業的一個徵詢 那這個案例確實也給我們很大的警惕 就是說其實每一個接種都可能有它的風險 我想藥也是一樣都有它的風險 所以我們成立了很多的救濟的一個管道 這個是第一個判例 我覺得非常的重要 也給我們一個警惕 就是說在相關未來的相關的疫苗的研究上面 還是有它一定的某個風險啦 這個也是我們很擔心 因為其實每次在施打疫苗的時候 其實都會傳很多的風聲啦 那今天主題裡面有腸病毒 那我們常常聽到很多腸病毒的廟方 或是一些剛剛可能署長也提到所謂辟謠專區 我們最近也看到新聞上面提到說 如果孩子有這個腸病毒的一個症狀的時候呢 這個要給他冰涼的食物來降低這個口腔溫度 避免腸病毒在溫熱的環境大量繁殖 我不知道這個是醫師建議的 不知道對不對 因為我們家屬 我們家長不知道這對還是不對 而且出自醫師的口中 有一些醫師確實是會這麼建議 那我們常常也接到這一方面的一個說法 這樣到底正不正確 這樣子啦 科學上確實是沒有辦法證明說呢 冰冷的東西會殺死這個病毒啦 但是呢對於症狀的緩解多少有一點用處啦 所以我常常會講說這是無效有用啦 對於殺死病毒無效 但是對於緩解病人 也心安啦 而且冰淇淋小孩子吃起來也還比較能夠接受 對 所以他不會有殺死病毒的這個效應啦 好 謝謝 那我想請問一下 一年我們平均這個腸病毒 因為腸病毒而停課的學生數代有多少 詳細的這個說 一年我們最近才搭了一個平台啦 那讓這個孝安的體系啦各方面的資料呢能夠匯整在一起 所以過去沒有資料啊 過去沒有很詳細的這個資料 但是都會有一個資料 因為原本呢即使沒有沒有腸病毒的話 那麼也有這個停課的這些資訊可以匯整在一起 是 所以停課了有多少人數不知道 目前 我請這個我們現在有個專案小組的召集人 是我們的專案人員副書長 不是今年我是說平均 他來說明一下 我們那個平台大概是就是 目前啦大概有兩 上一週大概200個班的停課啦 200班 但是我們會記錄有多少人感染 多少人停課 這個倒是沒有記錄 好 因為這個我就待會要問勞動部啦 勞動部當然估得非常的誇張啦 說我們因為這個腸病毒會停班的有 有167萬餘人啦 所以這個是有點誇張的一個估法 所以我才要問裡面到底詳細 停班的人數有多少 這個才能去換算成本嗎 勞動部有點誇張的 把這個12歲以下的孩子 167萬全部估出來 你們在嚇唬我們 這個是有點誇大了這個數量 因為我們停班停課的人 沒這麼多嘛 所以影響的家庭也沒有那麼的龐大 這是我想問的 另外我先問教育部好不好 因為時間已經不多了 我先問教育部 因為教育部這邊我是非常的疑惑 對不起 因為教育部這邊 對不起 教育部我就一邊問了 你關於停課的標準 這其實跟局管署也有關係 就是我們看到各縣市的停課標準 都不太一樣 六都我只有指六都 那看到他們六都裡面 有的對象是指針對幼兒園 那台北市跟新北市大概針對幼兒園 那桃園台中大概幼兒園到國小一、二年級 然後台南是到國小的中高年級 然後高雄呢是中高年級有不同的 比如說一般同班裡面 有五分之一的學生 有這個腸病毒就可以停課 也就是說在教育系統 我覺得局管署大概有一個統一的標準嘛 下去應該是一套而已 可是到了各學校的時候 標準都不一樣 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好我補充一下 目前大概局管署這邊是建議的一個標準 那縣市的話就是他們地方 各自來討論 他們各自會看狀況去研定 他們也會同他們衛生單位去做這個研定 那去年就出現一個情況 新北市的幼兒園 有一般有兩個小朋友感染腸病毒 不停課 那這時候家長就很緊張 我到底要不要送我健康的孩子去上課 如果你不停課我還是要上課啊 這是在去年11月份發生的事情 我不知道這到底怎麼辦 我們家長到底要不要送 對 目前這個部分還是歸屬到地方自治事項 所以就任由學校來做評定是不是 對 地方政府啦 應該是要地方政府他們 教育局處跟衛生單位他們去研定 所以其實新北市在他的一個停課辦法裡面 比較原則上 國小跟國中是不需停課啦 他有這樣的一個界定啦 可是這樣子 對於 真的這樣子是對的嗎 我很想問局管署 郭署長 真的這樣就對嗎 國小真的也不是高危險群嗎 國小 國中 高中都不是啦 我應該這樣講啦 到目前為止呢 從去年底呢 我們訂了727的這個原則之後 在法律上面呢 它是一個行政指導 所以它沒有強制力啦 但是即使是一個行政指導沒有強制力呢 我們現在看起來呢 各個縣市基本上都是按照727的這個標準 可是有些縣市國小也停課啊 我來解釋一下 甚至到國中也停課啊 至少現在並沒有人把它改成737 728啦 這樣子亂成一團的這個現象 那麼剛才市長也講了 就是因為他們按照他們自己的資源呢 來做一個彈性的一個應用啦 所以這個範圍呢 事實上確實是有一點這個差別 可是會讓家長有點無所適從耶 對於我們的重點是來講說 他們有沒有做到應該做的 所以到目前為止呢 所有的這個地方政府我們看起來啦 該停課的都有停課 只是有一些真的是做的比較 這個寬鬆一點啦 那這個部分呢 我們也不斷的在跟他們這個協調 只能夠說希望他們不要變異的太大 要造成這家長的一個困擾啦 好 謝謝主席要給我最後30秒 謝謝 我要跟勞動部反映一下 你這個數字真的太誇張了 用12歲的這個160萬餘人來計算 我們在講的是 腸病毒的停課耶 所以應該是受影響的才有停課 剛剛沒告訴我數字多少 可是我覺得這樣的數字 有點恐嚇我們立法院的感覺啦 所以應該要重新來做計算 然後真的這個防疫裡面 停課是一個必要的措施 所以為了防疫 這相關的這個 我們還是會來繼續爭取 有關這個照顧價 有薪價的一個問題 因為我覺得這個對家長來講 是很大的一個這個必要性 而且是有有助於他的一個 這個薪資的待遇 你要說明嗎 這部分的話主委委員可能有誤解 因為這裡指的是12歲以下的勞工 那就是12歲以下的子女的勞工 是啊 可是你這樣的計算方式有問題嗎 因為這個的話 是把所有可能請家庭照顧價 都算在母數裡面 並不是說感染產品有這麼多人 我想委員是誤解的 是 你也太誇大了這個照顧價的一個請零嘛 是不是 好 謝謝 好 我們謝謝這個吳委員 我想今天我們就是要針對 有薪家庭照顧價 是我們的一個重點 待會委員大家陸續可以繼續質詢 接下來我們請 陳瑩委員進行質詢 主席請那個衛福部次長 好 請 次長 委員好 市長好 我們今天討論的主題 其中有一項是防疫對策 那我剛才聽到就是說 應該是機關署署長有講到說要噴漂白水 用漂白水嘛 那我想請教你一下 就是說在蚊蟲的滋生 青胎的長滿青胎的這個環境 應該是很容易有這些病文的產生對不對 對 這個青胎的這塊的部分 就要看它是不是會被 因為潮濕的關係 而產生青胎 那潮濕的過程中 會不會產生霉菌 這可能還是要再去做 進一步的採集 才知道說它是環境 是不是有比較高的這個病菌 這個所謂的病菌的滋生的這個情形 我想蚊蟲你可以去研究一下啦 至少我學習到的掌握到的資訊是 在容易長青胎的環境跟一些地方 即便它是在草皮或者就是有一些石頭 那下雨過後它潮濕它會長 長了之後有一些蚊蟲就很容易 有一些特定的蚊蟲就很容易滋生 所以這個部分大家在使用漂白水 或者鼓勵小朋友多洗手 或者有種種使用一些防蚊液等等的措施 的過程當中 大家可以考慮一下 你們是看是哪個單位負責是環保署 還是哪個單位 你們可以會同一起來把這個青胎處理 處理一下 這個是很重要的 你如果不清楚這個資訊 我麻煩我在這邊分享給你們 好 謝謝委員的這個建議 那我們這個再跟環保署單位再來共同研議 對於青竹青胎的這塊的部分 環境的維護的部分 我們在一起來研議 好 那這個依照這個世界衛生組織 WHO對這個保障健康權的解釋為 國家應藉由提供對其國民適切的健康照護 及良好的生活條件 使其國民免於疾病的威脅 所謂適切的健康照護及良好的生活條件 則必須符合可擁有性可使用性可接受性 以及有品質這四個原則 那請問一下衛福部 在針對保障原住民族的健康權 在現實行的政策上有符合這四個原則嗎 你們要舉例說明一下 我想這一塊的部分 在原住民健康的部分 其實各個偏遠地區的原住民地區的部分 其實我們都有基礎的相關的一些 這個衛生的相關的設施 像衛生所的部分的設立 那除了這個以外我們當然是在結合 相關的一些醫院的這個部分 在原住民地區做相關的這個循環醫療 那除了這個醫療的需求以外 其實相關的一些衛生保健健康 相關促進的這個部分 也有特定的相關的一些計畫的部分 來維護我們原住民的健康 好你講了這麼多 其實有少了一樣很重要的因素 我一個元素我待會告訴你 我先請教你 平常你有沒有看原民臺 沒有 沒有 我鼓勵你看一下 因為原民臺最近 或者是最近這個原住民的這個 FB的這個社團的F1的這個網頁 最近大家常討論的議題 比較夯的議題是有關於這個政策白皮書 就是說這個我們有關於這個 健康的這個政策白皮書的部分 那再請教你一下 今天下午有一個記者會 跟就是健康的政策白皮書 裡面這個原住民跟原住民專章這個部分 你們有沒有掌握這個訊息 我個人沒有聽到這樣的訊息 那你們部裡面有沒有誰知道這個訊息 健康的這一塊的部分 我想從 這個是一個重要的記者會 那不管它是在幾點 或者有沒有臨時改時間取消 或者延期改時間 我想這個 我剛剛這個簡單的問題都在在顯示 大家可能對原住民的健康問題 你們真的是忽略了 那我想再請教 那我想再請教 到底感覺原住民的這個健康的問題 從之前有這個原住民專章 到現在 全部好像都被一般化 就變得很普通了 你們做得很好了嗎 我想這塊的部分 原住民的相關的健康的部分 當然還是要持續的做很多的相關的這個計畫的推動 那有些原住民的部分 還有它所暴露的相關的一些風險的部分 其實我們也做了非常多的一些相關的一些研究 那至於這個專章的這一塊的部分 那實在是整體的這個推動的過程中 有一些的相關的一些計畫 都融入在各個相關不同的這個計畫裡面 那因為有包括醫療的部分 也包括健康促進的部分 還有相關防疫的這個部分 都有一些特殊的這個部分的計畫在做推動 你剛剛講到特殊 那你覺得我們的特殊在哪裡 我想這個部分 就像原住民的部分 整個醫療的這個網絡的建構的部分 包括相關的這個區域的這個部分的醫療設備設施 包括遠距醫療相關的這些部分 都是在原住民地區做了非常多的這些資源的投入 那同時在於防疫的這一塊的部分 其實有很多的這些疫病的這個部分的防治的部分 尤其像這個結核病的這一塊的部分 也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重點 所以這個長期以來 對於這原住民的部分 健康的這一塊的部分 我們其實有做了一些專業的這個部分的處理 好 市長 我相信你過去一定是很優秀的學生 因為我覺得你在背書一定很厲害 你講了那麼多 我想跟你提醒一下 其實原住民的這個醫療的問題 健康的問題 遠遠比我們一般全國的老百姓來的落後許多 那我想基本上呢 跟兩個問題有關 一個是交通 它的交通 然後再來是這個文化 那當然就是說交通的部分 因為我們的這個原住民主地區 大部分都是屬於比較偏遠的地方 那醫療資源相對不足 那在運 就是說有一些意外事故發生的時候 那我們沒有辦法在很短的時間內 到達比較好的醫院 那另外一個你從頭到尾到現在 你都忽略掉的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一個文化上的差異 那這個文化上的差異呢 就是說在這個社區 在這個社區健康的促進上 許多健康 它或者是衛生醫療推動計畫 常常和這個原住民的社會架構 還有習慣很嚴重的脫節 所以導致於就是說 你們這個宣導成效不髒 所以這個部分 我再舉例好了啦 其實很多人對於這個 講到原住民大家想要說 我們就愛喝酒 可是我先在這邊聲明 大家以後不要太敬我酒 因為我不會喝我也很不愛喝 你如果讓我喝多你會出事情 就是說我想特別講一下 我要講這個部分是 我們過去在釀這個小米酒 小米酒是很難釀的這個酒 那它很珍貴 所以我們只有在祭祀的時候 把它拿出來飲用 但是呢 近百年來 原住民承載了 從這個部落社會 一直到這個現代的社會 一個變遷的過程 我們付出很多的代價 那包含就是說 我們傳統文化的一個解體消失 然後居家流離失所 然後經濟來源不穩定 還有政治邊緣化 還有許多適應主流文化的壓力 我們對我們來講 是一個巨大的負擔和壓力 所以變成飲酒變成是一個最方便的解決途徑 所以你今天如果說要針對飲酒有害健康 你要來做宣導 你不是只有宣導而已 那沒有用 這要從整個 整個的社會經濟結構上 你必須要去做一個改變 那不是單一個衛福部可以做到的 所以我特別花很多時間來闡述這個文化面的部分 是要提醒大家 你們在推動原住民的部分 它確實跟一般全國其他的族群有很大的差異性 那你們現在新的這個白皮書裡面把它一般化了 我想過去本期幾四年沒有在立法院 沒有在未還委員會裡面 沒有人提醒你們這一點 所以今天我回來了 我要在這邊再一次提醒你們 這個文化面 你們必須要考慮進去 必須要在你們的政策白皮書裡面 針對原住民有特別的一個專章 這樣子才可以 因為我想數據是會講話的 那在這個數據上 我再跟你分享一下 當然大家都很清楚 從很久以前到現在 雖然好像全國人民的這個 各個族群平均與命好像都提高一些 但是原住民的族群 永遠遠追不上一般主流社會的平均與命 我們永遠都是差了八九歲 你們努力了這麼久 這個數字還是沒有改善 另外這個嬰兒死亡率的部分 就是每一千個火產嬰兒數 原住民的這個 原住民的部分呢 它這邊死亡率是10.26 遠高於這個全國人口的這個嬰兒死亡率 4.98 兩倍之多 所以這個部分 我還是要再次強調 今天下午的記者會 如果 不是如果啦 你們一定 如果它有順利如期舉行的話 你們應該派人去旁聽 重新虛心檢討一下 這個特殊性 那也要設定一個目標 一個改善的時程跟目標 就是說我們這個平均與命差八九歲 到底什麼時候 你們要改善到什麼程度 再給本席一個回應好不好 謝謝 謝謝委員的指教 我想這塊的部分 我們會就委員的指教的部分 我們再來做更多的資料收集 研議再跟委員做個報告 好 謝謝 接下來我們請 中孔趙委員進行資訊 好 謝謝主席 請次長 好 我們請衛福部 或許次長 委員好 好 次長好 還有我們雨薇的各位官員 還有媒體機的小姐先生 大家早安 早 感謝主席特別安排的這一個 這一個題目 就是因應腸病毒流行之際的 一個防疫的一個對策 我想這試射到的不只是我們的衛福部 還有包括我們勞動部跟教育局 其實都 都是連在一起 當一個學生發生長病毒的時候 他可能跟勞動部也有關 跟教育部也有關 所以我們在整個的 長病毒的一個自主的 實施的一個自主的隔離 那我們衛福部也特別提到了 所謂的727 這個727大概就是指一週七天來的 有兩個學生發生 可能他在家的療養 或者養病的期間大概就是七天 所以我們設定了所謂的727 對於727的一個停課建議 這一部分大概就是為了 或者擴免擴大流行的可能性 所以才會有停課的天數 以7天為原則 部長我剛剛這樣的說明是不是正確 我想委員講得非常清楚 如果說是診斷為傳染病的 這些的學生在家休息不用上學 其實就是為了要落實生病不上學 為原則 從發病到他的自主的健康的一個 自主的一個管理的一週 希望能夠不要到公共場所 甚至是安親班 那家庭自主的管理至少一週 那這一週來對 請不要小朋友因為生病在家 如果父母親都去上班上課 家中又沒有其他的親人的話 他會不會容易導致悲劇的發生 當然有可能因為大家在家裡還是需要照顧的 所以我想就是希望 我想主席特別會提到這個案子 大概也是因為上個月 4月28號我們有一個小朋友 因為生病在家 因為父母親都是雙新家庭 很不幸的 他從六樓裡面掉下 發生意外的一個死亡 我想這牽扯到一個雙新的一個核心家庭 我不知道衛福部這邊除了宣導 有沒有其他的具體措施 或者更明確的資訊 讓家長知道如何能夠尋求協助 我想這裡的部分 我們這裡透過整個防疫的體系 還包括在地的相關的一些資源的部分 對於家長的這個部分 若是真的還要需要上班的部分 我們有所謂的這個零託媒合的相關的一些服務的部分 可以透過在地的這個居家托育服務中心的部分 來尋求相關的一個媒合 來請這個 我想衛福部特別提出727的這個一個建議 最主要是希望能夠不要讓小朋友能夠得到感染的時候 能夠擴散 所以希望能夠在家的自主的隔離 那這邊我也要特別請教勞動部 市長 國賢好 大概是最後一次詢問你啦 大家也是老朋友啦 我就直接說明 我想 事實上病容在離家的7天家庭照顧的時候 勞工可以請假嗎 可以請假 可以請假 對 4假 可以請4假 7天 家庭照顧假 家庭照顧假 7天 7天 歸納4假 歸納4假 所以不幾薪 不支薪 那你覺得跟公務員做比較公平心嗎 這公平性的部分的話 你從結果來看的話是 確實是不一樣 從結果看當然是不公平嘛 因為大家現在都追求轉型正義 然後追求所謂的公平正義性 大家都會互相做比較 阿伯伯 他也有他們在討論 我也他們在討論 是怎麼他們的4假 他們的家庭照顧假就有幾薪5天 我的就要改4假 那這樣對勞工來講 勞動部有沒有重新去做考慮 是不是應該重新去做調整 我們有在研議 我知道 因為你們的研議就是說 這可能如果放完假之後 雇主要多支付135億 我想請問一下 這135億是怎麼算出來的 我們的135億指的是用家庭照顧假 因為家庭照顧假的部分 不是只有剛剛講的藏病毒而已 屬於重大事故還有嚴重 所以你說如果包括這些的話 都是在135億 因為這個是勞工的權利 那我也想請教教育部 如果公務人員體系或者衛福部 公務人員體系之下大概是多少錢 這個家庭照顧假一年透透數算出來多少錢 請假的人數 光有請假定照顧假的 市長可以回應 我想這個請假這部分 還可能要請人事單位來說相關的估計 不過我想政府的這一塊的部分 的確有相關的一些部分 因為我看你們今天的報告 都沒有提到 我們只是要做一個差異性 就是說當一個公務部門 公務人員 他們也是納稅人繳交的薪水 那同樣勞工也繳上薪水是跑不掉的 那為什麼會有一個差別待遇 我想從民國91年開始 信憑法就已經家庭照顧假40億來 勞工有沒有真正受益 我想次長 好次長 勞工有沒有真正受益 企業普遍的舉假的比例大概是幾成 好 我看你們的報告是寫四成 是 四成 是 四成 請家庭照顧假嗎 照顧假 大概是 我們統計處 麻煩一下 大概就是四成吧 我看你們 好 好 我這邊說明一下 這個時間要扣掉 不好意思 委員跟委員報告一下 104年申請家庭照顧假的比例大概是5.9% 根據那個 所以家庭照顧假的有5.9% 接近六成了 當然 百分之5.9% 大概接近6% 百分之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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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覺得多不多 當然 剛剛正如委員所說的 因為目前家庭照顧假是大陸市價 這勞工 你們也做過調查報告嘛 勞工不敢請 是因為 不敢請 不願意請 或者說不需要請 因為現行的規定 家庭照顧假就是賓入市價 市價是不給薪 所以勞工多半都會擔心 更何況薪水不高 請市價還要扣薪 相對的他的請假當然會少 如果你的連一個家庭照顧假 比例都不到6% 那你有沒有重新要思考 因為你們一直躺到的都是 家庭照顧假雇主會 支援135億 你是那個設計點是 全部勞工都請家庭照顧假 沒有沒有 這是考量到家庭照顧假 在性別工作評論法裡面 就是只要規範家庭成員 有預防接種或發生的疾病 所以你去看 你們自己也提出報告出來說 我們這邊的135億是 104年你們女性的受購請 家庭照顧假的佔7.8% 平均入市是4.5天 那男性是4.2 那平均入市是4.2天 那男女沒有申請 家庭照顧假的比例 沒有申請照顧假的比例 沒有申請照顧假的比例 大概是達到95%跟92% 所以沒有申請 申請最主要的原因 就是沒有此項的需求最高 那請問一下12歲以下的小孩觀察員 其中6到5歲 其實申請的比例是高達14%嗎 12歲以下申請的比例等 所以我要問的就是說 14% 公務人員可以有5天的家庭照顧假 勞工不行 公務員的雇主是政府 政府的裁員來自於眾多的納稅人 請問公務人員有心請私假 但是沒有這麼多的限制 容易請假 其實經費的評估大概有100多億耶 如果兩項比較的話 勞工只不過佔了6%不到6% 那如果同樣在一個平等的基礎上 對勞工是不是不公平 對 我們也了解 委員在關心勞工的權益 就勞動部的立場 也是希望勞工請家庭照顧假 能夠受到保障 你想這些勞工敢請假嗎 他不願意請不敢請 甚至不需要請 其實對勞工來講是不公平 那公務人員同樣有 我不是去做一個特別給他們去做分話 而是說在請假方面 最起碼公務員容易請假 他的限制也少 如果是這樣 請問一下勞工要不要比照 謝謝你們的答覆 是因為涉及到雇主的負擔財務的負擔 所以要寧靜公司 所以要審慎的言語 那這邊其實不只是我 我剛才委員主席也特別提案過 我們其實大家都有一致性 就是針對於性評論 性評法 第二十條的一個修正草案 家庭村員需要照顧者 除了預防接種 發生嚴重疾悪 尚有天災照顧 台風天 停課 不停班 防疫的隔離外 受僱者均勻請假 親自在家照顧的一個要求 也為了要平衡公司部門的勞動權益 家庭照顧價的標準 不應該有勞工跟公務員之別 應該全國一體適用 所以我希望能夠正列勞工比照 公務員的請假制規定 其中五天的薪資照給 這是我針對性別平等法21條 我想超越兩黨都有這個共識 就是希望能夠追求一致性 所期待的就是希望勞工值得更好 那我也希望勞動部 你們應該是把你們自己的想法 這樣固主要支付135億這個金額的計算方式 是不是應該重新去做考量 那這一部分其實對勞工會比較有公平性 今天我想針對這一個產病毒 我也特別提出一個新品法的一個修正 在這邊透過超越大家共同的一個方向跟目標 我也希望不管是舊政府也好 未來新政府也好 能夠從山如流 謝謝 好我們謝謝總委員 未來本席也會繼續排性品法的一個修法 我們希望朝野大共同努力把這個家庭照顧價給新的部分 可以實質入法 那接下來我們邀請的是劉建國委員 謝謝主席 有請CDC署長還有勞動部還有教育部 好那個我們請疾管署 因為那個郭署長他請假一個小時 對 主席說一個小時你說半個小時 對他會盡快趕回來 所以我們先請這個副署長 他剛才不才在 對 他有個會議 疑似腸病毒 疑似腸病毒 主要是討論那個燈格爾 我們今天討論腸病毒 他趕快跑去參加燈格爾 他是疑似燈格爾還是疑似腸病毒 這個會版就最近要開了 也找了國內的專家 也找了國內的專家來談 所以他那個一定要去先談 他馬上會回來 對抱歉 當然非常緊急的 我們當然我們 我不會有什麼意見 不過應該趙偉排的也是上個禮拜就排了 對不對 他是比更早排 因為他找了國內的一些專要做這個未來的 要事先請 登格爾疫苗的一個臨床試驗 因為我的問題是要問他的 對啊 而且我是針對 針對招委今天排的議題 要問CDC署長相關的一些問題 對不對 所以這個有點奇怪 除了他是有疑似登格爾還是疑似腸病毒 我沒有意見 不然相關的會議基本上還是以文會為重 而且文會排的是專案的報告 因為腸病毒的有好幾十種 幾十種的這樣的一個變化 六七十種 對嘛 那臨床表現很多樣 所以很多人感染腸病毒有 沒有明顯的症狀 可能他只會類似出現一種感冒輕微的症狀 突發性發燒、頭痛、喉嚨痛、呼吸困難等等等等 對不對 對 在1998年的時候 腸病毒一樣是叫EV71型 對有一個 那一年就出現了 對 那一年在台灣大流行嘛 是 死了多少小朋友 78個小朋友 對 那我們有記取那個時間的教訓 來應付 今年你們所講的 這個EV71型的這樣的一個症狀嗎 目前其實都有在積極在整備當中 那尤其是針對這個 主要是這個重症的照護啦 所以我們有 有76家的專責的醫院這邊有來有 我們到今天為止 今天是511 5116 是 516 516 是 好 那我們就算515 已經有檢驗到 疑似還是確定 71型的 總共有幾例 目前 就是在社區裡面 總共驗出29例的EV71 29例的嘛對不對 29例 對 那我們都有 隨時都在外網上面更新 那有23例是輕症啦 那另外還有3例的疑似重症 另外還有3例的重症個案 已經出院了 對 3例的重症個案已經出 已經出院了 是 是 因為我們看了一些資料嘛 就是說長變毒的EV71型 它很容易引起腦膜炎 腦炎啦 等神經系統的病發症 為最嚴重 那嚴重者甚至於到死亡 死亡病例多 在住院24小時內會發生 有時候就讓我們的醫療人員束手無策嘛 是不是這個狀況 是 那你剛才跟委員會報告是說 有3個重症已經出院了 是 那代表我們已經有更好的這樣的一個應變的 處理的醫治的方式去做診治 主要是我們已經做了一段時間 就是重症前兆 我們就把 跟那個民眾還有醫師都講說 主要有重症前兆的部分 就趕快送醫院 尤其是那76家醫院 所以現在大部分的個案就是說 送到醫院有這些重症前兆 但是在醫院的悉心的照護之下 不久就會轉到一般的病房 只要有重症的徵兆 就必須要趕快送到醫院就對了 是是是 現在我們在跟民眾 這個重症的徵兆 對 誰來判定 就如果說我是一個家長 我怎麼知道他叫重症 如果我是一個基層 我先問完 你不要激動好不好 如果我是一個家長 我怎麼去認定 如果我是一個基層的醫師 我怎麼認定 如果我是一個老師 我怎麼認定 如果是一個原方 是 這個幼教人員 我怎麼去認定 是 簡單說明一下 就是說在民眾的部分 我們事實上是有跟他說 如果有這個基抽藥就是 一直 我們請那個防疫醫師 黃婉婷醫師來說明 你怎麼會不清楚 等一下 你代替書長來 你就必須要答覆我 那這樣說好了 就是說他有基抽藥的一個狀況之下 什麼叫基抽藥 突然就是 就是在好像抽筋的這樣感覺 那 還有就是 發燒啊 嘔吐意識不清這樣子 就趕快送醫院 是 基抽藥 發燒 嘔吐 是 腦子不清 是 就叫做 重症的前兆 重症的前兆 是 發燒也是 就持續的發燒嘛 是 持續發燒要多久 就要持續發燒 至少三天以上 是 或是說他去看了這個 他應該 一開始輕症 那會先去看這個醫師 那如果說 一直持續發燒 他沒有緩解的話 因為 因為現在這樣 我為什麼這麼問 我剛才問了這麼多 我還沒有問到一個 一個對象 叫做主父母 平原地區很多是隔代教養 很多的小朋友是主母在帶 那主母其實他也有他自己的經驗 但是他可能會把殘病毒 錯把 當成是流行感冒 或是一般的感冒 或是什麼發燒不退 的情況之下 然後就用了一些 一些基本上的應變的方式 還是帶去給 急診診所打的退超針的藥等等 那如果在這個情況之下 可能會造成殘病毒的擴大 或是怎樣 那這樣我們已經 從1998年一直到現在為止 而且又面對到 曾經這麼嚴重 超過78的死亡病例的 這個71型的殘病毒 我們應該怎麼樣去做 更有效的一個宣導 跟積極的這樣的一個因應 我想這是在有關 就是主父母的這一塊 那除了就是衛教就是說 這個如果小孩子有這些症狀 或是說發燒的話 就趕快去帶到醫院過去 那醫院醫師的部分可以去 因為我們這邊有做一個 相關的一個教育 就是他會去做這個 後續的建議的轉整的部分 那這個大概是另外就是說 在當然是在這個廣播 或這個電視上面 或是在支付性行銷 也是可以做的 基層診所 我們在這一次的這個 防治這個殘病的過程裡面 它扮演什麼樣的一個 它必須要擔心什麼樣的任務 就是說它必須要知道說 剛剛講的就是 重症前兆的這個部分 所以就是知道說 它要去送到我們有76家的 這個主要的專責的一個醫院部分 那它轉到專責的醫院的時候 減附了相關的病例還是要 多通通要嗎 還是怎樣 不需要 其實他有記錄下來 或甚至交代這個家屬 去跟這個醫生說 其實大概都可以 對 所以基診診所的醫師 基本上他必須要 負責轉診到專責醫院去 因為我們當然都有做這個 做了九個場次 兩千多人的一個醫師的一個衛生 不是家長自行轉送 不是 因為那個其實 就是說 他當然還是可以叫救護車這邊來協助 沒有我請教是說 基診診所如果認定它 是一個殘病毒的 重症的一個情況之下 它有的任務就必須 來轉診到我們的專責醫院去嘛 對不對 對對對 但還是這個家長要負責轉診 對 因為是這個 是家長還是基診診所的醫師 基診醫師可以這樣建議嘛 那當然是那個小孩子 大概是家 這個家長可以帶過去 他只是建議而已 對對對 所以家長如果不去 家長如果認定說 這個醫師兩光 我的小朋友不是這個樣子 所以我就帶回家 然後再去給他椰子水 什麼灌了一大堆 讓他退燒 然後暫時退了 是 然後 這基診醫師沒有什麼事情 應該大部分現在其實那個 家長其實都會對醫師還蠻尊重的 這個建議他們應該都會 我有對醫師蠻尊重的啊 每一個人對醫師都會很尊重啊 但是我跟你講說 因為發燒的症狀 我們要把它 直接馬上連結到殘病毒過程裡面 在一些朋友的地方 他並不是很清楚很熟悉 只是殘病毒 在整個比較盛行的這個時間裡面 或許相關的訊息會給這一些家長們 甚至給一些主婦們 但是不是在盛行的階段 就像我們現在是說 輕症它是屬於有往上升嘛 對不對 重症它是屬於平緩的嘛 對 這是你們報告給我的嘛 對不對 那一般的主婦母 他對這樣的訊息 不是很清楚的情況之下 那醫師又沒有很明確跟他講說 你的小朋友 你的孫子可能疑似殘病毒 那你必須要到專者醫院 他如果沒有這麼跟他講 但是他確定已經是一個 殘病毒的一個徵兆的時候 然後又發發燒了 那祖母也沒有把他送到 專者的醫院去 也不曉得專者醫院在什麼地方 第一個沒有送 第一個不曉得在什麼地方 然後又讓殘病毒的這個事件 又擴大 那到底是誰的責任 我問你給他很清楚了吧 是 你可以看到嗎 我想這個家長 家長這邊 後面沒有送 應該還是家長這邊 是需要服一些責任 那因為醫師已經 已經給你做這樣的建議了 對 那家長要負什麼責任 當然小孩子 就如果 如果育後不好的話 對 是 對 他如果以他的家長成員來講 他當然面對小朋友 可能育後的情況 不是很理想嘛 對不對 甚至又造成更嚴重的一個 原本我們好好的 沒有不好的數據的呈現 但可能會有不好的數據 在呈現出來嘛 但是可能會造成 更 就這種 這種情況如果更多 更多力再發生 那也等於我們在 整個在 防治肠病毒的過程裡面 我們也大打折扣啊 是 所以咧 這方面當然就是說 如何再協助這個 家裡面 如果說是這個 只有家 只有主父母在照顧的部分 這個部分的確是 需要再加強 還是 請加強好不好 我問這個時間用那麼多 宋志遲到底要掛門診還是掛急診 如果說是有重症前照的話 那 就是到這次76家醫院都可以掛急診 沒有問題 掛急診嘛對不對 是是是 所以不用掛門診 如果有重症 重症前照的話 重症前照 所以輕症你們還是建立掛門診就好 一般的 一般的家 就是門診就可以 兒科啊 或這個都可以 那急診的床位如果到時候不足 要聯繫誰 急診的床位 急診的床位 目前就是我們這76家都有建立了這個 聯繫的窗口啦 那他們大概都可以互相聯繫 沒有問題 所以不會再有床位不足的狀況發生了齁 我們也都會在做監視 對 好 這個 我們現在腸病毒的疫苗 目前煙花進度怎樣 目前國內有兩 兩家都知道Face 2 是 只要第二期 第二期 他要三期嘛 所以現在只有到第二期 所以還沒有幫我煙花 還沒有幫我護這一次的 產病毒的施打嘛 沒有辦法 對不對 好 那有考慮到從國外進口嗎 換一 目前就是 中國大陸有兩支啦 那他們已經 今年才上市 不過他們也只有自費 不過目前就是說他們還沒有 司機溫組織也沒有認證他們的 這個 這個疫苗 所以要輸到國外也是有些問題 他們不只到台灣啦 到其他國家 沒有我是說我們如果到時候需要 有沒有考慮從國外進口 你幹嘛跟我講到中國 然後講到中國 又他們沒有到世界認證 其他沒有 其他國家都沒有 都沒有 只有中國 然後中國又沒有得到這樣的一個認證 是 所以就不需要再考慮 沒有 當然如果有特別需要的話 我們可以再看怎麼 就是說 這個部分當然是以這個人民的 這個安危是最重要啦 我們還會再來考量 對 我時間已經沒有了 主席讓我再30秒就好了 不 又而言拖映中心的學姐機構 如果符合長病毒的停課標準 那就必須要停課嘛對不對 是 那不然會 不停課就會被受罰是不是 會嗎 目前那個 各衛生 就是各地方他們會去做一個處罰 對 會嘛 會會 我現在 現在的長病毒的通報的機制 到底是怎麼處理 你可不可以簡單說明一下 目前其實只有重症才需要通報 對阿怎麼通報 通報我們是有一個 我們的任何醫師的 任何基層醫師都可以通報啦 那就是到我們 如果透過他們健保的一個VPN 就可以直接上網通報 重症的部分 那一般的輕症是不需要通報的 所以就醫院通報衛生局 我們就直接到那個系統 那衛生局跟我們機關組都會知道 都會知道 對 那教育機關也會知道 教育機關不會知道 不會知道 對啊 是 那好 那如果像醫學院 拖映中心等學情機構 他並不會成為首講得到這些通知 呃 你其實長病毒有 剛剛只有重症 那一般的輕症非常多 對 所以其實最主要醫師開診斷書 然後去跟這個 他去請假嘛 他如果不上課要請假 那這個 如果有人可以隱瞞啦 就是這種重症的情況之下 還是他不曉得的情況之下 變成沒有通報 是 那這個責任歸咎是誰 就好比說這個小朋友 他可能在 在拖映中心 不是 在幼兒園 他已經重症了 那原封也不知情啊 是 家長可能也不曉得他是一個重症的情況啊 就沒有通報 這個責任歸咎是誰 呃應該是說他 只要通報之後 那地方的威恩舉就知道了啦 那 是說就是他重症啊就沒有通報嘛 不是叫做通報之後 喔重症沒有通報 對啊 啊他可能不曉得啊 第一個他可能不曉得 第二個他可能重症沒有通報 是 那這 這發生在某一家的幼兒園 那這個責任歸咎於誰 呃這個我不清楚 你不清楚 你不清楚我也不會清楚啊 那我們兩個怎麼辦 我們就自己十一兩個站在這邊 那就請主席先坐下來一下 等他清楚之後我才可以離開啊 是不是請你們去研議一下 那個還有跟交易部那邊研議一下好不好 最後跟這個留言報告 因為我真的啊 這個後面再問下去會有一些問題 那我想是因為 我們已經 針對腸病毒的事件 每一年幾乎我們都必須要做 這些相關的防治啦齁事情的準備齁 那我只是說因為 還是會有一些一些遺漏之處啦 所以我是提醒CDC還是相關的機關 包含包含教育教育單位 包含衛生單位 包含 原方這些拖運中心 應該有更積極的應變的一些措施 跟方式 謝謝 好我們先謝謝劉委員的諮詢 接下來我們請 吳坤育委員進行諮詢 主席早 好我們先請 會務部郭署 局管署的郭署長好嗎 感謝郭署長趕回來齁 因為 甚至疫苗相關的問題 可能先請教郭署長齁 我想很多在局管局的 朋友都告訴我 郭署長算是 勇於認識齁 值得肯定的一個署長 但是 針對今天疫苗的事情 我想可能要請署長再三考慮 那首先我們下一張 就是說剛剛其實 劉委員問到 關於疫苗的開發 那剛剛副署長有提到說 FACE2 那究竟目前我們的 提成規劃怎麼樣 到大概什麼時候 我們國內的疫苗 可以發展出來 讓國人使用呢 是 報告委員 這個18年前的 這個長病毒大流行之後 確實就 各界都在期待 就是國內能夠產生 製造我們自己的這個疫苗 所以 這是很重要的一個議題 那當然 疾病管制局呢 並不是主要負責 這個研發的一個單位 但是就我們所知道的 我來跟這個委員報告啦 那目前的這個狀況 是有兩家這個疫苗公司呢 那麼都經過這個國院的這個計轉 那麼來進行這個疫苗的人體的試驗 而且呢都已經在二期結束 那也準備呢 希望在最快的時間裡面 進行這個三期的臨床試驗 所以換句話來講 我們當然很期待 現在當然就有疫苗可以用 但是恐怕在短期間之內 是不太可能 最快也要到明年以後 才會有國內自己製造的這個疫苗 可以使用 好 謝謝 也請那個使藥署的您檢認激證 有來嗎 因為關於到安全評估嘛 那我們疫苗到底怎麼是做安全評估的 怎麼做的 上事後嗎還是 您是使藥署的 是 檢認激態 了解疫苗的安全評估嗎 事後再做安全評估嗎 如果事後做可以上市嗎 我不知道您 是不是 能不能了解 你是不是有資格來回答這個問題 那使藥署今天沒有人來 怎麼會派你來 是我是 就說要進行那個臨床試驗嘛 蛤 我說這個疫苗的安全評估怎麼做 就是進行人體的安全試驗還有動物試驗 然後要進行GCP查核 然後那個製造廠必須要通過GMP 那你算了你下去 那請郭書長可能比較了解 目前 因為今天自由時報的頭條嘛 那剛剛講到 到底要不要上訴 你們覺得說沒有因果關係 指的是什麼沒有因果關係 指疫苗本身嗎還是什麼 報告委員 當我們講說我們認為沒有 其實並不是信息 你們怎麼認為 就是說其實委員也 科學上怎麼證明 就是說因為這個判定的基準 非常的重要 所以全世界各國都是這樣子 有一個獨立的機構 或者是單位 或者一個審議小組來進行 是是 那我們的審議小組有沒有足夠的專業 比如說國光疫苗 所以我建議我們未來開發的長病毒疫苗 拜託不要含CMOS 可以嗎 這個當然是有關技術的問題 不過呢現在的疫苗 大部分都已經不含 亂講 我們其實在不久前 是不是登革熱或是什麼 我不是有質詢過嗎 我們裡面還有 我們現在小孩子 三歲打的疫苗還有好幾個 是含有CMOS 國際上多有限制聯劑 在幾歲之前不打 含CMOS的這個疫苗的 為什麼 因為這個東西 在體內就會代謝成乙肌孔 假肌孔很毒 在1997年一個神經毒理學家 做實驗的時候 不小心滴了一滴 滴在他戴著手套的手掌上 這個神經毒理學家一個月後死亡 一滴他是有戴手套的 CMOS在體內代謝成乙肌孔 也是很毒啊 我不曉得你們有沒有去看過 CMOS各種的動物實驗的結果 因為我做過風險評估 我了解CMOS是有自體免疫毒性的 是 有了 這一部分在過去國際間 也確實討論得很深 這樣子就是對我們的分工來講 CDC當然我們負責採購疫苗 那麼我們唯一的一個條件 也是最重要的條件 就是必須要呢 我們的藥證單位要核准的 所以藥證單位的核准的這個疫苗 當然他會參考國際的這些標準 那委員講的沒有錯 在過去很多的一些研究 都指向說這個說不定會造成一些 不是說不定 很多的科學證據都證明 但是因為量的問題 那後來當然 他當然你講的是劑量 但是在國際上 也有做過流行病學 當然第一篇 跟自閉症有關的那篇 Paper Bill 撤尾 但是後續的研究有兩三篇 還是證明跟自閉症相關 對 所以後來呢 雖然沒有因果關係被建立 但是後來的疫苗廠 主動的也都不用 這個成分 但是我們的疫苗還是有用 所以我說未來 我們的疫苗 還是有 還是有 我現在今天是沒有 我記得我上一次質詢的時候 有把整理出來 我們在三歲以前 孩子打的疫苗裡面 有好幾種是有含有CMOS 比如說像日本腦炎疫苗 是有的 這個都是 其實就是 我們衛福部的工作人員 來台大 念公共衛生措施學群 上我的課 我請他們整理出來的 怎麼會沒有呢 對 我想我們不針對單一的成分 應該是講說 整個疫苗的安全性 我們要考慮 要不要三歲 或是兩歲以前的小孩 要打單劑型的疫苗 來保護我們小孩子的健康 那像這個 我看出來 報紙寫的 看起來是跟免疫有關的疾病嘛 那這個跟CMOS 就相當的會有關係 也許這個人 可能比較敏感一點 但是他的疾病 可能來自因為打了這種 H1N1的 當時果光的疫苗 是含有CMOS的 對不對 這個風險評估我都做過嘛 當時 國家衛生研究院的疫苗中心主任 那一年 在年底辦實證醫學研討會 請我去講這個風險評估 這個主任給我的評論就是說 當時我們財政或是採購的可行性 所以我們不得不用這樣的疫苗 他不是說我評估有問題喔 所以 從這個判決 我覺得蠻佩服這個法官的啊 那我們一切的人 資訊不透明公開 可能來批評這個法官 我覺得太不夠厚道 自己科學的證據沒有掌握 那怎麼可以來批評法官呢 說太over了呢 我覺得是我們一切要檢討 我們對疫苗的評估 到底評估什麼 只是評估這個疫苗本身的這個抗這些嗎 還是含有他的CMOS這種保存劑呢 有沒有一起來評估 這才重要啊 那今天引起了這樣的爭論 我們其實要負責的 我們的評估的機制是不是夠完整 那這個很重要的 那我都做過評估 只是我沒有時間把它寫成paper而已 我都覺得這一篇可以寫得很好 和華表在很好的期刊的 不過報告委員啊 我想這個有關疫苗安全的事情 自從H1N1之後 或者之前呢 就是變成國家非常重視的一件事情 所以為了這件事情 我們特別選派了一個防疫醫師呢 到美國的CDC去 所學的呢就是這個疫苗安全 那他也回來 他其實也在場 所以當年H1N1疫苗那件事情 因為國內死了10個小孩 因為打這個疫苗 我那一年在歐盟獨立學會 我就特別參加一個workshop 就是疫苗的安全性 我問過美國、日本、德國的代表 他就告訴我 疫苗含有CMOS是非常爭論的 他們國家不敢用 那為什麼 我們也許為了經費的關係 我們用了 但是發生了問題 我們應該去檢討 徹底的檢討 而不是在批評人家法官 我們自己的科學證據不足啊 那怎麼批評別人 那要去承認他 所以我覺得這個案例其實還不應該上訴 我應該要來檢討 我們對疫苗安全性的評估系統 是不是充分 我們隨時確實都要去檢討來加強啦 不過剛剛委員提到說 H1N1的時候 我們有10個小孩子死於打疫苗 應該沒有吧 打完疫苗以後死亡 當然我知道你們的小組判斷 都沒有因果關係 我都清楚 但是那時候打完以後 有10個小孩是往生的 如果我們去看統計數字 其實我 因為我做過評估的時候 我記得滿清楚的 那因為我們的判斷都是沒有因果關係 對 不過我想這樣呢 也懇請這個委員了解到 今天我們組的這個小組呢 不是只有醫師而已 其實呢 這也包括這個社會的公正人士 我知道 都很好 但是問題就沒有考慮到CMSO的問題啊 對 我們對於CMSO的問題呢 這樣子 我們另外再來了解啦 那我剛才在講 就是說CDC 是 只有會買 安全的 而且認證的 所以我本來是要問死藥署的人 問死藥署的人 但死藥署的人 這方面的專業的人 人沒有來 OK 那 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覺得說其實 我也提議 因為我們的照護 就因為常病毒 然後照護假等等很多問題 我們托育的機構保護不夠 那請照護假的問題很多 那我只好因為時間的問題 關係我就用臨時提案 好 謝謝 好 謝謝 謝謝委員 謝謝 那主席先在這邊宣告 李燕秀委員 質詢完之後 我們休息五分鐘 接下來我們請李燕秀委員 進行質詢 我請郭署長 許次長 以及郝正次 教育部的陳司長 來上台 謝謝 委員好 郭署長 我想先延續一下 那吳委員剛才問的這個議題 因為我想身為一個媽媽 看到這個新聞之後 後續我覺得前一陣子 因為流感疫苗的問題 我們都 委員會也特別要求 疾病管制署在今年度也好 明年度也好 當有大型的這個 再一次高峰的時候 我們都要求要加強宣導 但是在宣導的同時 這個新聞一出來之後 包括吳委員剛才講的 之前不一定到目前為止 沒有辦法間接 是不是因為打流感疫苗 而造成 孩童 嬰幼童 直接的關係 傷亡 死亡 雖然沒有直接關係 但是卻也造成 很多媽媽在決定 要不要讓孩子打流感疫苗 上面的恐慌 那我想先請問署長 對於今天早上這個平面報導的新聞 後續我們到底會不會繼續上訴 決定了沒有 我們還不排除上訴 那麼因為判決書呢 是在禮拜四的晚上收到的 所以呢 不排除也就是說你們準備上訴 對 是有可能會上訴的 上訴的機會是比較大的 上訴的機會比較大 對 好 署長 那我想請問你 你如何去說服 當我們認為說打流感疫苗這件事情 面對於高峰的 無論是每一次的疫情的時候 明年度再來三四月的疫情再來的時候 我們都鼓勵大家要打 但是你如何讓所有的台灣的民眾 認為或知道打流感疫苗是安全的 過去我們在很多家長群組 讀幼稚園家長群組裡面 很多媽媽就開始建議說 早一點去打 最好不要打國內的打國外的 當然對於到底打哪種疫苗 包括剛剛委員提的 有哪些成分不要含在裡頭 我不是專業 但是很多群組家長就會說 盡量打國外的不要打國內的 那我並不是說國內的不好 而是你如何讓所有的家長知道 這個流感疫苗是安全的 即便是國光國內它也是安全的 這個是重點 否則明年時間一到 這個流感的疫情還是高峰 但是我們今年打的這個比例才三成 那我們又要求你們多去宣導 多要民眾打 但是你的流感疫苗是沒有辦法讓人家安心的 這個如何去克服 署長 報告委員 假設是以H1N1的這個例子來講的話 就是總歸一句話 我想這是一個科學專業的事情 必須要拿出科學證據 我就舉個例子 H1N1 署長你還是在浪費我時間 我要講一個例子 就是說 比方說H1N1很多人都認為 孕婦不應該打 打了之後會墮胎 會有流產 那後來呢 我們的科學證據呢 就顯示說剛好相反 那到最後我們還是必須要回歸到科學 拿出證據來說呢 打這個疫苗到底是有沒有用 署長我問我時間不多 因為我今天就主要問加世家 我還是提醒你 如果你有更具體的科學證據 請你提早 因為明年三十月馬上又是流感疫苗的高峰 你必須要在那之前就提出來 否則的話明年打疫苗恐怕人數還是有限 永遠停留在這三四成 我是孩子的媽媽 我不希望任何一個遺憾 都有可能發生在任何一個家屬 都要承擔那個責任實在太大 因為政府就是要宣導 我們民意代表到基層說 今年時間到了 怕流感疫苗高峰 老人想要多去打 最後人家聽了我們的話之後 去打之後 是一個什麼樣的結果 任何一件遺憾 我們都是不能夠見到 不能看到的 我們都不容許看到 所以你認為如果根據科學的證據 沒有直接關係 請你盡早提出來 否則因為我不是這一方面 剛才吳委員提的那些因素在裡頭 我覺得要審慎對外思考 說清楚講明白 否則我覺得 疾管署在這件事情上的態度 就是消極 每一年我們文會要求說 你們想辦法提高施打疫苗的比例 那我覺得永遠停留在那邊 你們疾管署面對於高風險的疫情 或者是有可能疫情會升高 你們就是束手無策 或者放手讓他去 放手讓他成立這個狀況 好 蘇長你請回 我今天後續第二個部分 我還是要問家事照顧假的部分 因為其實剛剛其他委員有提出來 我們的勞動部 其實14天的照護假 7天是含在家庭 14天的試假 對於勞工來說 14天的試假 7天的照護假 是包含在裡頭的 但是署長我要跟您再一次討論 署長我要再跟您討論一下 這個7天的照護假 是不是合理 合理 是不是合理 因為其實我們文會也討論過很多次 高風險的疫情 通常對於嬰幼兒 如果我沒有公公婆婆 我爸爸媽媽也都沒有辦法照顧孩子 請問誰要請假 而且一波長病毒 一波三四月的流感疫情 都要請假的話 這個試假是完全不夠的 是 那有一個小孩 一個小孩好不容易好了 突然過一個禮拜之後 我第二個小孩又來了 那就只好 只好先生跟太太分開來輪流情 所以次長這個問題我相信 已經有委員在文會也討論過很多次 我不知道次長有沒有關注到這件事情 六位委員好 那 農工部非常關心家庭照顧假的問題 那所以呢 我們從那個 管從勞基法 或者是性貧法的修訂來講話 都一直持續在關注 那您知道 那你覺得把它含在試假裡面 是不是合理 是不是夠 如果面對於現在長病毒 如果我公公婆婆 爸媽媽都沒有 都在中南部也沒辦法幫我帶小孩 或者他們都在國外 是 那誰來請假 這現在長病毒是727 孩子生病了 又不能拖到 又沒有零拖又不方便 零拖現在的零拖還要提早預約 所以就變成很多變相 幼稚園就拜託說 雖然這一班停課沒關係 你幫我放在這個 前台的遊戲池裡面放一天 變成這種變 現在就是這種狀況 上有政策下有對策 很多家長雙心家庭說 沒關係 長病毒雖然是我們班 但是我小孩應該沒有 但是我都要上班 很多孩子每一道長病毒高峰 只要這個幼稚園有被停一班的課 你就偶爾會跟五六個小孩子 整天都在前面的遊戲池玩 那個就是家長真的是沒有辦法請假的現狀 實際上的狀況就是如此 是 這一部分的話就是法律的規定來講 它是一體適用 所以對於您剛剛提到的 市長你不要跟我講法律的規定 我現在告訴你現狀是這樣子 第一 14天裡面的試駕 把家庭照護價7天含在裡頭 是不是足夠 第二個 是不是合理 第三個 我們除了有腸病毒 還有流感的高峰期 對於沒有 如果先生 如果先生在國外 家裡 或者是沒有父母可以幫忙照顧的話 我們零拖也沒有辦法拖 你找臨時保母 臨時保母本來我就有帶兩三個小孩 誰敢收你這一班 雖然他沒有腸病毒 但他們班是因為腸病毒停課的 到時候被其他的三個托嬰的家長抱怨怎麼辦 好 您提這個第一個問題 就是是不是足夠 那這個個別差異非常的大 那這邊更換 所以 所以 所以這次我今天要提出來 其實時間不多 我想很多委員都有提出具體的建議 我剛剛只是把狀況 真實的狀況 讓你更清楚的知道 或許照顧小孩子的責任都在您太太的身上 過去您都在上班 這個都不需要男人去進一步 花比較多腦筋 但是我就要提醒你 第一 我不認為 這個家庭照護假的七天 是應該含在試假裡頭 我不認為這是合理的 那我們 立法院也一直在推動 我們希望是有幾支的 有薪資的這個照護假的部分 我們希望列入勞動部的思考 然後另外 我還是要再提醒 這個衛福部社家署這邊 目前我們有這個臨時托育 包括托育的資源服務中心 當然目前有全日托跟半日托 當然也有零托 零托的部分 事實上 就我目前跟每一家的接觸 他們都說出國 那你要提早一兩個禮拜預約 那就可能預約得到 但是事實上 我們都很清楚知道 孩子生病 是沒有辦法預約的 我如果老闆不讓我請假 那我立法院又必須要質詢 這麼多人都在看 那請問誰照顧孩子呢 零托要零托給誰 跟委員 垂詢的這一塊的議題 目前我們其實各地方政府 都有委託居家 托育服務中心 全國有七十二處 那我就跟你講零托沒有 零托即便也 他都要求你提早預約 你沒有提早預約 就沒有 那你一般的保母服務中心 他們都是有固定在照顧小孩子 誰要臨時找一個托育 我如果能夠照顧四個 我盡量把我可以照顧的人找滿 這是長期性的合作 很少就說 我是做那種零托的 那個是對於照顧者來說 薪水是不固定的 你了解我意思 我如果是一個保母 我希望我每個月 可以拿到五萬塊的薪水 我怎麼有能力去接這個零托的孩子 第一個零托可能 我已經超出那個範圍 第二零托可能 他是臨時托育 他有什麼樣的狀況 他萬一影響到其他孩子 所以零托對於現有的 各縣市的保母協會來說 其他的民間協會來說 事實上這個服務你們現在做的沒有到位 是 跟委員說明 事實上目前登記有案的 目前有兩萬三千兩百二十八人 是零有這樣的一個專業證照 可以來執行這個業務 那目前代業之後 就是手上還沒有孩子的 目前有三千多名 所以如果按照這個 可以帶兩大兩小的這樣的一個規模 事實上這樣的一個臨時托育需求 是沒有所謂的說 一定要事先預約啦 那也比較符合 就是說如果 第一你剛才講這兩三千人 他的分配到底是不是 每個地方都有 每個地方都有 神箱的差距到底有多少 這個資源到底有沒有 透過各縣市政府 這個媒合單位 做得更公開更透明 我今天小孩我才知道說 全班停課 禮拜五晚上才知道 我有在第一時間 有沒有辦法第一時間 找到究竟找到 我覺得你們要想辦法 讓各縣市政府 社會局更清楚知道 如何在碰到這種狀況的時候 最快速又可以找到 就是說可以做零託的地方 讓所有的雙星家庭 在照顧孩子的過程當中 沒有後顧之憂 小孩子也有地方可以去 而不是變成 孩子搬上停課 變成他是丟到幼稚園的前台去 是 好 謝謝 謝謝委員 好 我們謝謝李彥秀委員 現在休息五分鐘 謝謝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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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性 感谢观看 感感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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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 感谢 如果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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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是不是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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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没有看到 没有这样子 感谢观看 这个专家 你們那個執意本身就把它修改得更完整 就有全國適用性一致的標準 這個待會臨體我們再來討論 那你先請回 接下來我要請教育部 我們接下來在看的另外一張圖表 是國小的部分 我們可以看到幼兒園 大家執行其實是還蠻一致的 這個問題不大只剩下少數幾個縣市 但是呢這個727的標準一到國小呢 根本就是非常的混亂 你可以看到即使是新北市跟台北市 做法就都不一樣 目前有走727的是 我列出來的這些台中、高雄、宜蘭、新竹等等這些縣市 但是包括新北市、台北市、桃園、台南 非常多的縣市 他們在執行的狀況非常的不一 特別是像新北市 他是完全覺得不需要停課的 但是如果就這一次的話 這一次腸病毒發生以來 本期這邊的統計 國小已經有260班是停課了 那如果發生在新北市 他們通通覺得 回到上一張 他們通通覺得是不需要停課的 那怎麼會是一樣是疾病 但是在不同的縣市執行下來 差異性又這麼高 還有另外一個本期要問的是 你現在學校規定了 你的安親班 你的補習班 剛剛你們的報告裡面說 你們是沒有法源的 你們現在也只是去指導 那萬一他發生了病例 一個安親班裡面發生兩例 他隱匿他不通報 他有任何的法則嗎?他有事嗎? 這會不會是防疫上面更大的一個漏洞 我們後面醫療體系做這麼多 現在看起來配套是很完整的 但是在前端 如果我們覺得隔離 是一個有效的防疫政策的話 你今天你在國小的實施是非常 這個差異化太大了 然後還有你的校外體系的 你的安親班跟補習班 你根本沒有法現在可以管 那你怎麼辦? 那這個部分我想 有關我們國小的部分 我等一下請我們那個洋組長說明一下 那在我們那個安親班課後照顧中心的部分 你們現在可不可以罰? 如果他就是班上有兩例的話 一週內出現兩例 你要不要下令他其實要停課 那這邊在目前依照傳染病防治法的相關規定 這是可以除以新台幣三千元以上到一萬五千元以下的 每一個縣市都會做嗎? 你剛剛的回答是說 各縣市你們是尊重地方自治 每一個縣市政府都有去開罰嗎? 你們現在有去督促縣市政府要注意到這一塊嗎? 有或沒有? 因為你們剛剛的回答我聽得很清楚 你說因為這一塊是屬於地方自治的事項 那你中央到底管不管得到? 對 那這個部分就是有那個縣市的衛生單位會提出建議 不是建議啊 本家問的是說 你有沒有強制的法令 或者是你的行政權限可不可以去開罰? 對 有開罰過嗎? 從腸病毒發生到現在 有嗎? 有任何一個縣市針對隱匿的安親班或補習班 你們開罰過嗎? 對 這個部分我們可能要跟那個衛生署進一步了解 因為依照那個傳染病防治法這邊是 所以這一塊本行是覺得你們還不夠重視啊 本行也擔心它會成為防疫的漏洞 所以希望交易部回去你們要好好督導這一塊 督導各個縣市這種 你看執行的狀況奇異這麼大 你怎麼開罰? 像新北市來講 它根本就不需要停課啊 所以你怎麼開罰? 你這個執行場有很大的漏洞你知道嗎? 如果新北市已經 它這個原則上無需要停課 你怎麼會針對課後的安親班跟補習班開罰呢? 根本就不會啊 那這個見解真的是差異太大了 好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要問一個家庭照顧架 來各位請回 請這個勞動部上來 剛剛我們在談這個家庭照顧架 其實勞動部的報告呢 的確本席也不同意喔 你們把所有12歲以下 167萬的人的薪資通通算進來 這不符合真實喔 你們剛剛的回答裡面有說 請家庭照顧架的比例 如果按照你們現在的調查是幾%? 14%對不對? 12歲以下的 是 對 如果14%換算成你們今天提供的這個 7天的135.38億 大概是只有18億 所以的確你們高估了喔 因為疫情被迫需要請假在家的 並沒有如你們報告所說的 每年要增加上百億的經費喔 而今天本席特別要提出來 上次我已經提過一次了 我今天還要再講一遍 這一件事情呢 父母親因為孩子這種重大傳染疾病 請假在家 不是他個人的事情 是我們社會集體要去幫他思考 怎麼樣去支持他的事情 而當然如果我們把所有條件都放寬 不設條件 一下子僱主的成本負擔不來 當然也不可以 所以本席想到的就是 我有在幫你們考量 今天僱主 我想到的一個 我的提案呢就是 僱主給半薪 但是另外的半薪 我們從 我們用一個社會集體分擔的概念來 我們從我們的救保基金裡面 再以家庭照顧津貼的方式 再提供半薪 如果以剛剛你們今天的報告裡面 一年12歲以下是135億 但是會請家庭照顧價 你們自己的推估是14% 大概不到20億 這20億的成本 僱主負擔一半 然後由救保基金再負擔一半 這樣的情況是比較可行的 我們並不是一下子 去放寬所有各種情況 大家通通來請家庭照顧價 我知道這個在政策的推動上會很困難 但是今天我想衛環委員會 很多委員大家有共識的是說 今天是因為一個孩子生病了 這個病也不是他平常的小感冒 是因為政府在防疫政策上 希望他停課在家 所以他某部分是在配合政府的防疫政策 在這樣的情況底下 我覺得不應該讓所有的負擔 都是由我們這些家長自行負擔 對他們來講太辛苦了 這個次長你要不要回應一下 非常謝謝委員的用心 也提出了蠻具體的一個方案 那這裡的推估人數的部分 可能有一些不一樣的狀況 因為目前14%的部分是無心 所以他現狀的話是4% 但是一旦是有心的情況之下的話 那麼這個推估的話 就必須還要再考量 我知道 但是再怎麼增加 不會跳脫你135億 不可能每一個人通通請嘛 都可以請嘛 因為你特別看到國小的部分 你今天算12歲以下 但是像這種特殊的疾病 他主要是在學齡前 所以你怎麼抓大概其實是一半的經費 也不會是你這個135億啦 對不對 那在這樣的情況底下 我們要讓雇主跟我們的救保基金 共同分擔的原則底下 事實上各自的負擔都不是那麼的沉重 這個是有可行性的 所以我希望我們的政策跟民意 也不能脫節太遠 我們必須在政策跟民意當中 找出一套可行的方式 而本熙覺得 如果我們先從這種 沒有能力照顧自己的孩子 開始實施的話 是社會上可能會是最有共識的 好不好 我希望你們可以再回去重新研議 本熙也會 一定會排新品法的一個修法 就是在未來一定會排進來修法 我希望你們從現在就要開始 研議提出你們可行的方式 而不是每一次都來說 不可行 就是都拿上百億上千億的經費 來打回票說不可行 從最可行的地方 我們就開始去做 好不好 好 謝謝委員 接下來請陳曼莉委員質詢 有請 有請衛福部勞動部和教育部的代表 好來 請許市長 好市長 還有陳市長 一起上台 您好 您好 我想今天真的是這個 肠病毒的事情 大家都非常的關切 尤其是家裡面有小孩子的 那在今年呢 等於說我們現在已經看到 104年12月呢 就是說我們現在已經有公佈了一個 下一張 我們現在已經有公佈了 就是說有關於那個全國停課的標準 可是看到這個全國停課的標準呢 它是指含幼兒園和託嬰中心 它是不含學校的對嗎 對 是 那如果是不含學校的話呢 我們家長會不會在這個執行上面會有困惑啊 因為就是說我們一些的重症的這些孩子 他的處理方式和非重症的處理方式 而且呢可能有一些他是要隔離的孩子的處理方式 那這樣子會不會造成家長他在這個部分呢 等於是說他非常的不了解 所以說我應該到底是要用什麼樣的標準 尤其剛剛在前面在報告的時候也提到 地方政府他對於這個中央的公佈說 全國停課標準的這個部分呢 地方政府他們只是參財而已 是這樣子嗎 我想這個部分跟我們報告一下 對於這個腸病毒重症的這一塊的部分 從過去的經驗裡面會產生重症的部分 他們都是在比較小的小孩 尤其是在這兩歲以下的這個部分 他的死亡率相對比較高 所以我們對於這個腸病毒 這個屬於71型的這一塊的部分 才定一個所謂的全班停課 好 那這個的話呢 就印證到是說我們的這個大流行呢 是針對小小孩的 那我們看到這個表呢 我們會看得出來就是說 我們在 就我們今天有一句話講說 四年一次大流行啦 所以呢我們看到2012年呢 有153位 2008年呢 有373位 那今年到目前為止是有三位 可是如果是四年是一個高峰的話 我想請問一下我們是會有這個高峰的到來嗎 我們做了什麼樣的準備呢 我想這個高峰帶來的部分 其實從過去的經驗看起來的確是在今年 會有一個高峰的部分 那我們的準備的部分 除了剛剛講停課標準的部分 相關的這些 這個防治的這個措施跟宣導 跟洗手的這個部分 已經如何如何在各個所謂的國小跟是有 可是我認為 這個部分大家大概都已經 家長大概都已經會非常的謹慎 也開始做了這樣子的一個準備了 可是它如果還是發生 如果這個孩子他發生了肠病毒 他發生了肠病毒 那這個肠病毒發生的班上呢 這個孩子 他的家長應該要怎麼樣來因應呢 下一張 我們呢如果說有一些家長 他的這個孩子呢 是沒有跟阿公阿嬤住在一起的 那這個家長可能有三個選擇 一個是找托育機構 一個是找保姆 一個是請家庭照顧架 那我想請問一下 您認為家長會怎麼樣的一個選擇呢 我想家長有他自己的相關的資源的部分 來做一個選擇 那目前對於這個部分 有所謂的家庭照顧架的這一塊的部分 有這樣的管道 可以來做巷子的處理 那我們會看到 事實上家長真的非常難選擇 尤其我們現在很多家庭 家長都是這個小家庭的家長 尤其是小孩子這麼小的這個家長 他可能沒有跟 他可能離鄉背景 他不見得會跟自己的爸爸媽媽 或者是跟自己的公公婆婆 住得很近 所以在這種情況下呢 我們看到就是說 他如果送到一個托育機構呢 事實上實務上是不可行的 因為從一個點送到一個點 那每個點他都會有一個人數的 額度的一個限制 所以他如果再加進去的話呢 可能他們也會拒收 另外一個就是說 有感染的風險 就是說其他的家長 他們也會反彈啊 所以這個部分 事實上是非常不可行的 那我們也看到就是說 我們的居家托育的人數 居家托育的人數 我們全國只有兩萬三千多位的人數 說真的真的是嚴重的不足 如果我們二到六歲的孩子 有八十一萬耶 八十一萬 但是我們只有兩萬三千多位的保姆 所以這該怎麼辦啊 我想這一塊的部分 原則上 目前其實還有這個 剛剛那個社家署給我的資料 還有三千名的這樣子的一個保姆的部分 事實上手上是並沒有照顧小孩子這樣子的容量 對 所以看起來這樣子的一個狀況 是把問題是丟給家長的 那家長呢 就只好是說請假 這個未來對於要停課的部分 因為不是每一個班級都要停課 事實上是 要停課的班級的這部分 我們就協調地方政府的部分 對於這些要停課的班級的部分 我們其實也很擔心 如果是說 我們要讓這個家長 家長去上班的話 家長可能會隱匿不報喔 因為他可能就要講說 我還是要把我孩子送到那個單位去 那他可能會隱匿不報 會有這種情形發生嗎 你們過去曾經統計過嗎 所謂的隱匿不報的這一塊的部分 因為假如小孩子事實上是生病的 那生病的情況底下 理論上應該還是留在家裡照顧 對可是家長沒有 家裡面沒有人啊 那是家裡沒有人的情況底下的時候 我們還是希望建議家長 還是希望想辦法把它留下 所以家長想辦法 他唯一的選擇大概就是家庭照顧 他留在家裡面照顧 可是這個部分呢我們就會看到 在那個性別工作平等法裡面呢 他是說如果受僱者在家裡面的成員 因為什麼樣的狀況 他必須要親自照顧的時候 他可以請家庭照顧假 可是這個家庭照顧假呢列入市價 而且呢一年只有七天 剛剛其實其他的委員有提到 勞工的七天和公務人員的十四天 事實上他是不統一的 所以我們就發現 其實勞工在這一方面會更加的辛苦 然後呢就是說我們這個 照顧的期間呢又不給工資 所以呢這些對於這個 後續的一些的考基 可能也會發生了一些的影響 那我現在想請問一下勞動部 就是說我們這個薪資的成本 應該由誰來承擔啊 如果我們主張他是有薪資的 這個薪資成本應該由誰來承擔 這邊我給了三個選項 一個是勞工自己 一個是雇主 一個是國家 請問勞動部怎麼說 我們目前來講的話是 雇主並沒有承擔 雇主沒有承擔 對 目前沒有承擔 那國家的部分的話 我們在財務狀況 假設我們可以以未來的 社會保障機制的部分的話 可以來有共識可以來修改 那麼也許 也許未來可以朝著國家來 那個研議相關的保障制度 但是在目前我們共識仍然很不足 我們在於是不是要納入 在由國家來給付這筆薪資的 共識並不足 所以這個沒有人給付 就由家長自己來承擔吧 因為他請試駕嘛 所以試駕是不給薪資的嘛 那由家庭的照顧價 他是由那個員工自己來承擔的話呢 他就會有個風險 目前呢就是說我們會看到 法律的規定呢 家庭照顧的這個家庭呢 就等於說這個錢 他是由這個家裡面自己來吸收 可是這個無薪的這個狀況 非常不利於弱勢的家庭 因為他的家裡面的收入 可能就只靠著這一份 或者是一點多份的薪水來承擔 那這個弱勢的家庭 另外呢即便他是有一個 穩定的收入的家庭呢 他可能也是因為他的這個工資沒有來源 他可能也會要降低他的這個 每個月的收入 所以也會降低他的生活的品質 所以呢我想就是說 勞動部是不是贊同 就是說他的這個 家庭照顧價的成本呢 由雇主來幫忙做一些的承擔 我們會覺得如果雇主他願意承擔 假設他能夠經由在勞動契約 或是在員工的福利保障 他願意來承擔 那當然我們是覺得這樣非常好 他如果是在負擔有困難的情況之下的話 他就必須要有共識 這部分的話 好那我現在來告訴你 如果家庭照顧價成本 是由雇主來承擔 會有什麼樣的一個缺失 因為雇主會非常不喜歡 那個女性的員工 因為他的人事的成本他會上升 他會降低了雇主聘用女性的這樣的誘因 當然我們也是想說 也可能是男性 是這個爸爸他來做這個承擔 可是基本上請假的都是媽媽 所以你就看到這個雇主他可能 就不太喜歡女性來到他的公司裡面 因為就發現是說 這個部分呢 他覺得有很多的風險 雇主要來承擔的 那所以他可能不太想要聘任女性 這個是我們在這個性別的上面 我們看到的一個問題 那另外呢就是說 我也想請問一下 就是說我們剛剛其實大概一直講到 政府是不是能夠來承擔 政府是不是能夠來承擔 如果是說我們勞動部 可以開始來嚴嚴一下 就是說我們的這個部分呢 如果都是由政府他來做承擔 然後呢可能是部分由雇主 部分由政府他來做這樣的承擔的話 那我們是不是在這個部分 可以讓這個當事人 他已經身心俱疲了 因為他照顧一個孩子 然後小孩子要往哪裡去 他都很頭痛了 然後孩子還生病 那我們如果說在這種情況下呢 戶主和家長都可以來做這樣的承擔 我不知道目前在勞動部 有沒有往這個方向去做過一些的規劃 或者是思考 或者是沿逆他的一個可行性呢 謝謝委員的建議 那我們有會思考 我們有 事實上我們一直都在呢 就可能性 就只能來加強勞工 在這種特殊情形的一個保障 是我今天在我們的立法院的這個 衛福衛環委員會裡面呢 我們看到很多的委員都這樣的主張 所以你們如果提這樣子的一些辦法上來的話 我相信我們委員會支持的很上 好 謝謝 好 我們謝謝陳委員的質詢 接下來我們請黃秀芳委員進行質詢 謝謝主席 我們請我們的次長 衛福部市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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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衛恩好 我們要去有多少 我想這個長病毒的這個部分 當然就是重症的部分 大家比較擔心可怕 那目前 這今年的部分 事實上有三例的重症 到目前並沒有死亡 今年還沒有死亡發生 至於往年的部分 我再請我們同學跟委員多個補充 如果以重症死亡 因為其實每年長病毒 大概五歲以下 大概有20到40%的小孩子都會感染 所以其實死亡率非常的低 那我目前有看到就是重症 因為它通報死亡 就像去年有兩個死亡 但是都不是EV71 都是新生兒感染 好 那我們希望說能夠降低死亡率 那是不是可以降到0死亡 這也是我們在追求的部分 所以我們在重症通報 就是有重症的前兆就要通報了 好 那我想請教就是說 在各個縣市有沒有針對 腸病毒有一個專責小組 各個縣市 只要碰到腸病毒重症 就是在各醫院也好 就是有一個腸病毒的專責小組 對 因為做法不一啦 那現在是這樣子 我們就是在有列了76家的專責醫院 那這個衛生局這邊 可以協助在他們醫院的專責 那目前有幾個縣市 有這樣的一個專責小組呢 專責小組啊 這個 針對腸病毒的部分 我就不清楚 你就不清楚 所以你對地方在做什麼事情 你也不會去了解 沒有 因為地方這邊 大概主要就是說 在他們針對這個衛生 就是在學校的部分 是做這個洗手設備的查核 那衛生局的這邊 他們其實是協助這個 76家的這邊的一個 一個轉整的部分 還有幫我們去做 如果重症 如果有通報進來 那了解那個個案的一個狀況 那我知道就是說 如果是有這個腸病毒重症的話 其實轉到這個大醫院 那大醫院也許他這個重症 他可能會用到 就是有小兒心臟科的這個醫師 可能也要有這個用到 如果更嚴重的話 可能也許要用到葉克膜 那這個也要有小兒科的醫師 急診室的醫師 那像這樣子的話 我們是不是 由衛福部這邊可以要求 就是說在各縣市 只要有發現重症的病例的話 就是在各縣市的這些 這些大醫院或者是教學醫院 就要有這樣子的一個 腸病毒的一個專責小組 來協助這樣一個重症的病例 沒問題 是 我們會把這個 那進去再跟這個 溫瑩這邊溝通 是 所以我也希望說 你能夠了解 到底目前有幾個縣市 已經這樣在做了 就我知道已經有幾個縣市 有這樣子在做 那我們也希望說 腸病毒能夠到0死亡 就是降低死亡率 然後這個達到0死亡 那我們也希望說 衛福部這邊能夠跟地方的 這個衛生局 能夠共同配合 不是只有做宣傳而已 當然宣傳非常的重要 那一方面就是說 如果一旦發生這樣子的事情的時候 你總是要有一個專責的小組 來做一個處理 另外就是說 我們的一個轉介的機制 就是說像有一些 像雲林縣就好了 雲林縣它沒有這個教學醫院 那沒有醫學中心 沒有醫學中心 那像這樣子的話 如果他們發現 腸病毒重症的話 通常都會轉到彰化 彰化的這個醫學中心來 那曾經有發現就是說 有這個腸病毒重症的 它在雲林縣 因為它沒有這個醫學中心 那透過這樣轉診 一轉再轉 轉到最後 結果這個小朋友的病情 更加的嚴重 甚至到死亡 那我希望說 我們衛福部這邊 針對這樣的一個 轉介的一個 這個機制 是不是有 有什麼樣的規定 針對這些 沒有醫學中心的各縣市 是不是可以請醫師師來回答 好 我收一下 其實我們對於 這腸病毒這部分 我們有指定76家的專責醫院 這些專責醫院 當然雲林的這個 醫院就是台大分院的部分 它也是我們指定的專責醫院 所以它對於腸病的處理的部分 其實有它足夠的 這個部分能力來處理 那只是家屬 或許是有些 不放心的情況底下 希望能夠比較大的 醫學中心裡面 去接受這樣的治療 那在這個過程中 當然我們也是希望 透過臨床醫師的評估 合不合適 轉到更大的醫院去做 相關的一些治療 就小孩子的狀況來做 這個評估了 所以我想整個的這個 腸病毒的醫療網絡的建構 這塊的部分 我們也折成了這個 所有的急救責任醫院 170幾家急救責任醫院 分14個醫療網的 這樣的建構的部分來處理 那假如說這樣 這個雲林這個地方 真的是相對比較差的時候 我們請當地的衛生局 協調領際的縣市 需要的時候 來做相關的支援 好 那我請教一下 就是說 針對腸病毒的這個部分 目前是不是有在研發疫苗 疫苗的這塊的部分 現在目前 在台灣有一個 正在臨床試驗二期的部分 在研發這個腸病毒的疫苗 這部分的確是有 已經在臨床 已經在研發 進入到臨床二期 正準備要到三期的部分 那其實我有聽說 就是說在中國那邊 也有針對腸病毒 也有在做 已經也到了臨床試驗的部分 是 他們事實上 已經有上市了 已經上市了 那有進到台灣來嗎 但是這個上市的部分 對於這個產品的部分 世界衛生組織 並沒有針對這樣子的上市產品 他認為可以輸到其他國家使用 這樣子的一些認定 所以我們現在目前並不打算 要從大陸進口這樣子的一個 腸病毒的部分 還是先著重疫苗的部分 還是著重在於 防治跟重症治療 這個部分體系 減少這個死亡的案例的發生 好 那其實是蠻多人擔心 就是說未來如果 有些家長他如果希望說 這個接種這個腸病毒疫苗 然後我們國內自己本身的疫苗 也還沒有上市 那會不會進中國的疫苗進來 那其實大家對中國的這個疫苗 可能也沒多大的信心 所以我們也希望衛福部 針對這個部分 也要嚴加管控 因為其實這個疫苗的部分 真的是還蠻 就像今天我們這個有報紙的頭版 就是說打流感疫苗 然後我們衛福部這邊 要判賠的一個首例 那我們也當然不希望就是說 未來我們國內自己 我們希望我們自己 國內有研發疫苗 那也研發這麼多年 那當然就是說希望能夠 如果順利的話 當然有疫苗上市最好 那如果在還沒有上市之前 我也希望說我們 衛福部這邊也真的 如果未來針對中國的疫苗 要進來的話 真的要嚴加的把握 是我想我們的 對於這疫苗的上市之前 在食品藥管理署 都有非常嚴謹的 這個審核的這個機制啊 也是具保障這個民眾 這個使用的這個安全 對於這個安全有效的 這塊的部分是非常嚴謹 而且是根據這個 國際的相關的一些 規範的部分來做審查 這個部分我們可以把關 那另外我想請教 可能就我們的教育部 不好意思 針對我們這個 我們的學統在安親班也好 或者是在這個國小這個階段 這個剛剛有提到就是說 得到腸病毒每個班級 或者是每個學校 得到腸病毒的人數不一 然後這個停課的標準也不一 那像這樣子的話 我們這個教育部這邊 會不會針對這樣子的 得到腸病毒 每個學校有多少人 就是要停課 這樣子做一個標準 目前這個部分 我們還是由那個地方 他們的那個權責 那教育局處會同衛生單位 他們會去做考量 所以教育部這邊 所以還是在地方 地方政府的一個權責 對 那因為各縣市 這個停課的標準不一 那有的家長如果他 譬如說他可能在台北 或者在新北上班 那他的小朋友可能在彰化 或者在其他地方 那這樣停課的標準不一的話 其實也會影響到他要 這個休假 就是要請這個家庭照顧假的 這個申請的一個機制 那所以就是說 我們這個教育部 是不是要針對這個停課的部分 要有定一個標準 對 對 這部分 我們還是依照那個傳染病防治法 由那個衛福部疾管署那邊訂定 那之前他們是提到是行政的指導 只是提出一個建議 所以目前我們是一群這樣子的一個建議 給縣市參考 好 那另外就是說 如果小學生他上課之後 然後 家長已經把小朋友送到學校去了 那才說要停課的話 那這樣子的話 我們教育部針對類似這樣的情形 你們是怎麼處理 有曾經碰過這樣的情況嗎 目前我們國教署這邊 可能要再進一步去了解一下 那剛才我們私下知道 好像還沒有接到縣市的 進一步去通報這樣的狀況 其實我有碰過 就是說學校 在上課 小朋友都已經到學校了 然後學校就是說 可能有某個班級要停課 那像這樣子的話 其實造成家長蠻大的一個困擾 所以我是認為就是說 如果有一旦發生 腸病毒的這個病例 已經達到停課的標準 是不是在前一天 就是由學校就要通知 我們的家長 就是不要再把小朋友帶到學校來 這樣子可以嗎 就是說由我們教育部這邊定一個 這一個標準 這樣可以嗎 好 那這部分我們再請國教署 再跟縣市這邊來做個提醒 好 謝謝 好 謝謝黃秀芳委員 等一下陳一鳴委員質詢完之後 我們就處理臨體 臨體處理完 我們中午就休息 我們請陳一鳴委員 好 謝謝主席 那我們請那個次長 謝謝 好 請衛服部許次長 對 次長早 委員好 好 辛苦了 那我們談一下那個腸病毒的問題 那個其實Handful mouse disease 就手足口病 是 引起手足口病的其實是一群病毒 不是只有腸病毒 其實一型 那目前主要在流行的還是 是屬於Kosaki Kosaki A 那但是呢 好像現在大家關注的 或者甚至各縣市定出來的標準 都常常是在就是Focus 就是集中焦點的 都還只是在講腸病毒71型 是不是 那如果這樣子的狀況 你們在整個的那個 資料的分析的時候 是只有針對腸病毒71型 重症的才會發緊急通報 還是只要有Kosaki A 這個引起的手足口病 就會開始發通報 我們現在的通報的這個部分的 案例的部分都是根據 就是有腸病毒的這一塊的部分 包括Kosaki A跟 EV70A1的部分 都在這個通報的這個 這個警訊的這個資料裡面 對 所以你們就是用手足口病的通報系統在做 腸病毒 好 腸病毒 好 現在下一張 好 那腸病毒現在我們知道說到目前為止 已經有超過 一萬三千兩百二十五個 是 就是就診 這是腸病毒門診的就診人數嘛 那目前到現在 好像聽說已經有24名的重症還是死亡 好 那這三位都是腸病毒71型的嘛 對 都是腸病毒71型的嘛 都是71型的 所以就你們現在專業的分析的話 腸病毒71型 今年會捲土重來 你們知道是哪個亞型嗎 是B還是C C4A C4A 所以C4A在去年有流行嗎 這過去這幾年 所以這是基因型嘛 對不對 近幾年大概都流行C4A 以前是B5 我沒記錯 對 可是我們國衛院現在在發展的疫苗 是哪一型的疫苗啊 B5 這換句話說 國衛院現在剛剛 我們那個黃學芬委員也問到的 就是疫苗的研發 好像研發錯了型別 是不是這樣子 因為這其實家長都蠻關心的 那個你如果研發錯了型別 其實有交互的保護作用 可是效果就會變差嘛 是 有關 因為它這是血清型啦 對 所以到底它這個 B5跟C4A 是不是有 就是說有交互的保護 那可能還要做研究啦 是啊 那但是大陸那邊已經上市了 C4A 對 他們的就是C4A 再加上B 對不對 他們是兩型都一起做嘛 Bivalent 就是雙架的疫苗嘛 好已經上市了 那剛剛黃委員會擔心說 會不會大陸疫苗進台灣 可是我覺得 我們反而比較會擔心的是說 可能很多的台商 他們如果有小朋友在那邊念書的話 他們還是會去打啊 目前中國大陸它這邊這個是自費啦 就是自費打 對自費就還是會去打啊 是不是 還是會去打嘛 那不管怎樣其實是 疫苗總是 就是最好的防禦的措施嘛 你不管叫小朋友洗手 很多小朋友他不是不洗手啊 他其實是在跟人家玩的時候 或者他玩了鄰居的玩具 有時候也是會交互傳染啊 我們常說 預防上面有些絨毛的玩具也要消毒 然後 常常都是經口傳染的一個疾病 所以打疫苗還是最好的防治的方法嘛 那 要不要從大陸進疫苗 我是 我是覺得我們可能應該要先做好 不管怎樣 你還是必須做好Evaluation的 臨床試驗還是應該要去進行了 對不對 就好像說 你如果沒有一個很好的一個策略 然後得到了治療的藥物也 現在有什麼藥可以治療 目前就是說如果是重症的話 可以申請用那個抗 抗 用什麼 IRIG 那就是高效 那個高價的這個免疫球蛋白的治療嘛 對那但是這個也是治標不是治本啊 所以我覺得其實 現在看起來又面臨一次的風暴的流行 那本期其實在過去這幾年 我們跟台中榮總 那個病毒式合作也是有分析了過去 二十年來 腸病毒七十一型不同亞型的這個流行的狀態 你看到說其實現在都是亞型C 基因型C 在主要在流行 而且已經變成都是從大陸傳染 大陸傳進來的比較多了 所以可能還是要請CDC 在這方面可能還是要跟國衛院 必須要再加強這方面的合作 讓我們的家長能夠放心 好 以上謝謝 好 我們謝謝陳怡民委員的質詢 那我們現在開始處理臨時提案 總共有九案 請宣讀第一案 第一案 有鑑於台灣地處於亞熱帶 氣候炎熱潮濕 容易滋生避免 尤其是高雄位於台灣的南端 比起台灣北部地區更加炎熱潮濕 等一下 中委員不在 那個陳潘民委員有幫他共體嗎 沒有 他是第一案 那我們第一案先保留來進行第二案 第二案 兒福聯盟103年家庭照顧假調查報告顯示 102年兒童平均感冒次數為4.6次 感冒一次平均需1.5天10個完全恢復 再者如因常病毒疫情停課 停課日數至少為一星期 在此停課期間家長如何照顧小孩 成為問題焦點 根據兒盟的調查 事成的家長過去一年家中 孩子曾因常病毒而停課 停課兩次以上的比例將近1成3 故有6成3的受訪家長認為 一年7天家庭照顧假是不夠的 甚至也有7成受訪家長希望能增加 家庭照顧假的天數 原此要求勞動部應調查實際兒童照顧需要 重新檢討目前家庭照顧假天數之不足 並延遲增加照顧假天數之政策可行性 黑暗人委員吳坤裕陳曼麗 連署人委員吳裕琴中孔照洪池庸 宣讀完畢 好 請問主管請問有沒有意見 沒有意見 好 通過第三 第三 現在每個人都存在著他普遍的脆弱性 嬰兒幼兒疾病傷害年老等 每年社會機制也存在著他的風險 例如我們選擇了自由主義財產保障 不可避免的會造成部分人的貧窮 如果我們選擇了司法機制 不可避免會造成某些誤判 這個時候政府便需要承擔起這些脆弱與風險 給予低收入互保障互判的補償金等 政府之所以應該負擔承擔人類脆弱性或社會風險 是因為這些風險性具有普遍性 是每個人都會遭遇的 或是有少數人承擔整個社會機制的風險 故政府應該給予幫助支持 這是一個社會建構的必然 不是施捨或同情 以此觀點來看 家庭照顧家常病毒或其他重大疾病 是一個台灣社會普遍存在的風險 政府應該承擔此脆弱性而生的成本 原始建請勞動部 嚴禮請家庭照顧家之員工仍可 請領部分薪資 該薪資部分由雇主負擔 該薪資部分由雇主負擔 部分由國家負擔 第二人委員吳昆裕陳曼麗 聯署人委員吳昱請鍾孔照洪池擁斷斃 好 請問主管區塊有沒有意見 沒有意見 好 第三案通過 第三 第三案 第三案通過 第五案 第五案 建請衛生福利部考量 目前各縣市居家 托育服務中心提供資訊 通常都是全日托或半日托的服務 零托資訊不足或是往往需要提前預約 無法應付家長警局需要 應督助鼓勵 各縣市居家 各縣市托育資源服務中心整合 將所有的居家托育資源集中 在一起增設各市的零托選擇 並提供整合的媒合服務 提案的委員李燕秀聯署人委員 陳一銘 蔣萬安 宣讀完畢 好 主管區塊有沒有意見 好 請說 這個提案我們把它簡化為 就是後面應督促鼓勵各縣市居家托育服務中心 整合所有的居家托育資源 零托的媒合服務 提供零托的媒合服務 好 那個李委員 可以好 謝謝 那就按照剛剛修正文字通過 修正文字再給醫師人員 接下來第六案 第六案 有建於現行機關署訂定之 叫托育機構因應藏病毒疫情之停課 建議標準 雖有一定之原則 為各縣市能制定寬延不一之 停課標準 控制腸病毒疫情擴大 原建請及管署應於一個月內 研尼更細致之停課建議標準 將手足口病及炮疹性煙霞炎 納入停課條件以例後續疫情管控 提案能委員王玉銘連署人委員 李燕秀 蔣萬安 宣讀完畢 好 主管主管表示意見 同意 同意好 謝謝 第六案通過 第七案 據勞動部103年雇用管理及工作場所就業平等概況調查 有28.2%的雇主不同意員工申請家庭照顧假 為103年勞動檢查年報統計 查無任何一家事業單位違反性別工作平等法 第二十條拒絕受僱者申請家庭照顧假 有鑑於違反上開法規之情勢難以查查 鑑請勞動部於兩個月內 研議設置違反性平法單一申訴窗口 供受僱者檢舉 令由相關單位針對上開招申訴之事業單位進行勞動檢查 確保立法促進工作平等之措施得以貫徹 提案的委員王玉銘連署人委員李彥秀 蔣萬安宣讀完畢 好 這關就要沒有意見 好 同意 第七案通過 第八案 第八案 鑑於今年初流感疫苗爆發時出現葉克膜異基籃球的狀況 行政院張院長上陣於105年3月4日質詢答覆時表示 將待流感疫情告一段落後 則成衛生福利部建立全國統一資料庫 統整重要疾病所需資源 疫情發生時每天更新 為因應今年長病毒或登革熱情流行時 緊急醫療資源人力配置及調度所需 避免從到今年初流感疫情爆發時 流感病患塞滿各大醫院急診試至 重症病患等不到病床的狀況 原要求衛生福利部於一個月內提出 上開全國統一資料擴置 建制進度及運用狀況 並向本席及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報告 提案人委員 蔣萬安聯署人委員 李彥秀 王玉銘 宣讀完畢 好 主管就要沒有意見 是一個月內嗎 一週 可不可以懇請委員這邊讓我們可以 其實相關的進度系統 我們也目前在規劃進展當中 那這邊是不是能夠就是讓 有一個月的一個時間 讓我們把這個相關的資料再整理 然後在相關的進度 再跟委員這邊提出報告 好 蔣委員 他把一週改一個月可以嗎 好 那就把一週改為一個月 那接下來第九案跟第一案 陳邁立委員都列為共同提案人 請先宣讀第九案 有鑑於腸病毒流行季節來臨 未避免今年度可能發生之 腸病毒71型流行風險 建議衛生福利部應採取所段如下 一透過多元媒體管道 依照腸病毒病毒管理程式 加強宣導一 積極預防勤洗手二 輕症治診所就醫 在家休息三 出現重症前兆數字 責任醫院治療 並強化媒體露出 讓家長落實外出 回家立即洗手洗臉換衣服 再碰觸家中幼兒 並入製成宣導短片 發放各縣市衛生局運用二 補助各縣市衛生局 衛教經費之方式 針對腸病毒防治觀念 強化宣導以提高能見度及效益 三 考量兒童遊樂設施及遊戲器材 容易造成幼童腸病毒的傳播溫床 應制定相關消毒標準及管控措施規範 一 醫療院所附設 由細設施醫療院所附輸之 附設之遊戲設施多為病童所使用 更容易造成腸病毒的傳播 以由中央統一公告關閉 醫療院所附設之遊戲設施二 醫療院所以外之遊戲設施 應針對其他造成之遊樂設施訂定管控機制 並宣導落實民眾於傳病毒流行期 盡量不要讓孩童前往公共場所或使用 玩樂電動遊戲設施 以減少交互感染機會 應掌握全國急救責任醫院及知曉兒及新生兒 ICU 空床術 葉克膜等醫療資源及後續調度機制 確保腸病毒重症病患就醫安全 第案的委員鐘孔趙 陳曼莉 連署人委員吳坤玉 黃秀芳 宣讀完畢 好 主管主管沒意見 沒意見 好 第九案通過 接下來我們處理第一案 第一案 有鑑於台灣地處於亞熱帶氣候炎熱潮濕 容易滋生避免 尤其是高雄位於台灣的南端 比起台灣北部地區更加炎熱潮濕 而且高雄市海港都會去容易 非常容易從南方的東南亞地區引入熱帶傳染病病原 造成流行 鑑請衛福部研議於高雄設立熱帶疾病防治中心 配合國家政策 針對熱帶地區特有的疾病形態進行研究 教學監測防疫以及熱帶醫學人才培訓 透過產學合作提升熱帶疾病醫學的能量 同時朝生技研究發展臂力相關疫苗的研發透過熱帶疾病防治中心的設置 請仍讓高雄發展為熱帶醫學研究的重症 以加強熱帶疾病之診療 預防和研究促進國人的健康 提案能委員鐘孔造成慢例 嚴署人委員洪慈庸、吳坤玉 宣讀完畢 好 請問主管主管有沒有意見 同意好 第一案通過 那我們臨時提案已全部處理完畢 現在休息 下午2點半繼續開會 了先途rets discord 坐下 這裡 bleeding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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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